欢迎大家收听由畅想听八首发小歪颇奖的长篇小说鬼宗师 第十一集烧纸 老王拍拍屁股站了起来,拎起包袱,竟次走到屋子里,问道 水烧好了没有?快开了 林老师硬道,却勤不自信地朝一边闪了闪 不知道为何呀,他就是觉得离老王近了不舒服 老王恩了一声,抄起了水咬子,在锅里搅了搅 眼见水就要翻花了,从布包里面取出一些干枯的木头渣子 一点点地撒进水里,说来也怪 本来已经开始翻滚的水花,在那些木头渣子撒下去之后 竟然就慢慢地沉寂了下去 如此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渐渐地再次沸腾 老王见水要翻花了,又撒下了一些木头渣子 如此反复了三次 等水沸腾了,才对林老师说道 把家里的木桶拿来 老王吩咐下来,林老师哪敢怠慢 急忙将家里的木桶刷干净了,拎回屋子 老王将锅里烧开的水都咬到木桶里 念念叨叨地朝里面撒了一些像是药材一类的东西 木桶里面的水气蒸腾 淡淡地带着一股清香 随后又从布包里拿出一盒朱砂 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沾着朱砂在木桶里快速地画了一道符 这道符鲜红如雪 宁耳不散 就那么静静地飘在热气蒸腾的木桶的水面上 做完这一切 老王才松了一口气 从包袱里拿出两个桃木小人来 嘱咐了林老师挂在屋门上 林老师接过一看 这两个桃木小人 丑怪凶狠 脚下还扶着一只胸虎 双目圆睁 有如火雾一般 像是在盯着林老师看 林老师还从未见过这般丑陋的雕像 手一哆嗦 差点没掉在地上 惊声问道 老王大哥 这 这个 是个什么 这是桃福 有了这两个神物 可保家宅平安 那妖狐是进不来的 林老师挂了一声 还是不太明白 急忙将两个桃木神像 挂在了家里大门两侧 他却是不知道 这两个桃木小人 其实就是最早的门神 古老相传 鬼门关大门两边 站着两个神人 名叫神徒和御蕾 如果恶鬼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神徒御蕾就会立刻将他们给捉住 用绳子捆起来 送去喂虎 因而 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徒御蕾 这样 民间就流传开 用将鬼大仙神徒御蕾 和桃木辟邪 避灾的风俗 他们用桃木刻成神徒御蕾的模样 挂在自家门口 用以辟邪防害 这种桃木板呢 被称作桃府 带林老师挂上了桃府 老王走到李氏身边 说道 老嫂子 我得把娃放在水里面去 这样妖气才不会继续祸害娃 你放心 没有事的 他说没有事的 李氏却觉得不安 木桶里的水 煮了三次了 每一次都是翻滚滚汤 这么小的孩子放进去 怎能没事 他没说话 却是紧紧地抱着孩子不放手 也没有交给老王的意思 老王见他不信任自己 太气道 你要不信 就去摸摸拿水 李氏抱着孩子来到木桶旁边 腾出一只手来 朝木桶里聊了聊 心中想的是 宁可烫着我 也不能烫着玩 哪里想到 他手摸上去 看起热气蒸腾的水面 却没有炙热的感觉 水的温度不冷不热 很是舒适 他愣了一下 说道 真是神了 便再也没有顾虑地将玩递给了老王 老王接过孩子 轻声说道 他也是我的玩 我不会害他的 说着话 一双眼睛却紧紧地看着怀里的孩子 眼中满是慈安 他这眼神被李氏看到了 知道他疼爱玩 心中秃的就是一暖 也觉得老王没那么可怕 有了孩子为巧 李氏顿时就觉得跟老王亲近了不少 有些不明白的也就敢问了 老王大哥 我见你烧水的时候 往锅里撒了不少东西啊 都是个啥呀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就是一些唐木屑 寄神的香灰 还有些阳气族的草药 老王淡淡地回答着李氏 将手中的丸轻轻地放到木桶 说来也怪 那宁儿不散的朱沙 在玩入水的那一瞬间突然散开 完全融入到水中 一桶水变得粉红 更让李氏想不到的是 当孩子的胸膛也进不到水中的一霎 平静的水面立刻沸腾了起来 如同烧开了一般 李氏顿时吓了一跳 就想伸手把孩子捞上来 却被老王给拦住了 对他说道 放心吧 没事的 就这么一瞬间 木桶里的孩子突然就叫出了声音 一双小眼睛也睁开来 只是双眼无神空洞 身上的黑毛一点点的消退 李氏自打生出这个孩子 就没见到孩子睁开过眼睛 眼界有所好转 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会儿老王取了三张符 左右两间各贴了一张 天灵上也贴了一张 又从布包里掏出一叠衣服来 哗哗啦啦的抖开来 竟然就是白纸做成了长袍 老王小心的将纸衣穿上 站在屋子东面的墙角 又让林老师端了一碗清水 放在他脚下 对林老师和李氏嘱咐道 我这就去找玩的命魂 你们两个仔细看玩 不要动他 听我的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不回来 都不要把玩从桶里抱出来 也不要动我 说完呢 慢慢的将眼睛闭上 李氏眼见孩子在翻滚的水中 脸色变了几遍 突然开口说道 老王大哥 你带着我一起去找玩的命魂吧 老王这个时候还没有走音 听到他说 睁开眼睛 冷声问道 哪里不是你能去的 李氏急忙说道 老王大哥 家中你都安排好了 我一个富岛人家 除了等着 也没什么用处 可这般等待实在煎熬 带上我 说不得还能用得上呢 家里有老师在 也就行了 他是个实诚人 你说什么 他都听 不敢委你 可我却看不得孩子受苦 若是忍耐不住 从水里抱出孩子 岂不是坏了大事 不如就带上我吧 老王眉头紧皱 显得有些不耐烦 可李氏说的也在理 别的不怕呀 就怕他看不得孩子受苦 什么都不懂 将木桶里的孩子抱回去 那可就真坏了大事 沉引了一下 老王沉声说道 带着你 也不是不行 但你要试试处处听我 不要乱说乱动 否则 可就是万劫不复 李氏见老王说的正中 心中也是害怕 可他这当娘的呀 总想能早点治好孩子 或是帮点什么忙 这心才算安稳 就这么看着孩子遭罪 简直比他自己遭罪 还要难受 又一想到等待的煎熬 咬紧牙关说道 就听老王大哥的 林老师心疼媳妇 本不想让李氏去 奈何是个木讷 还没等他说话 两个人已经商量完 眼见老王从布包里 又拿出一套白纸衣来 林老师这才忍耐不住 对李氏说道 你高尸玩玩 身子虚 这能成吗 老王听他这么一说 停下动作 看着李氏 李氏脸色苍白 却掩盖不住阙强 结果老王手中的纸衣 小心穿上 说道 我在这儿也是多余的 不如去帮老王大哥 这帮煎熬着等着 我怕忍受不住 老王叹了口气 什么也没说 他也知道 李氏身子弱 也不想带他去 可转念一想 李氏一个父道人家 若是看见孩子受苦 忍受不住 从木桶里抱住 那可真就是 前功尽弃 这个显得他不感冒 更何况 走阴差 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只要李氏听话 保他平安无事 还是能做到 李氏穿上纸衣 问道 老王大哥 接下来干点啥 老王指着指 他刚才站在的墙角 站在那里去 看着脚下这碗水 什么都别想 李氏走到墙角 低头去看那碗水 昏暗的灯光下 也看不太清楚 隐约能看到自己的道理 老王先是从布包里 取出一个白色的袋子 记在李氏的腰间 又从怀里 取出一张纸符 嘴里念念叨叨的 将纸符 贴到李氏的天灵盖上 然后 站到那碗水的另一侧 纸符一贴到李氏的头顶 他就感觉到脑袋一沉 眼中的那碗水 竟然无限的放大 平静的水面之上 一点点起了层层涟漪 一圈一圈的扩散开来 无休无止 李氏双眼 情不自禁的随着涟漪转圈 只感觉到无比悬晕 却是怎么也停不下来 慢慢的没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就像是一场梦 突然行转 李氏睁开眼睛 灰蒙蒙的天空 什么都没有 没有光 也没有风 仿佛一切都静止 他有些慌乱 刚想叫喊 就见老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对他做了一个紧身的手势 示意跟着他走 李氏脑中 只是闪了一个走的念头 整个人就向前飘了一飘 他吓了一跳 低头看去 就见这里没有土地 脚下软绵绵的 站在灰蒙蒙的一片烟雾中 李氏发愣 老王显得很不耐烦 走过来低声对他说道 没说话 跟着我走 李氏点了点头 跟着老王向灰蒙蒙的远方走去 走了约有百十丈的距离 就见前面有一个散发着光芒的圆圈 里面摆了一罗罗的纸钱 老王走过去 变性法一样 虚空抓了一个布包 将那些钱币 全都放在布包里 带着李氏 继续向前走 走了一会儿了 李氏这才感觉到 这是一条大道 但两边却看不到任何的景象 没有树 没有山 也没有人家 只有无尽的荒凉 和灰蒙蒙的烟雾 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 都是脸色惨白 悄无声息 身上穿的衣服都是黑颜色的 很是庄重 很眼熟 一时间却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衣服 这些人都低着头 路过李氏 谁也不扭头看他一眼 等等 黑颜色 庄重的衣服 那不就是兽衣吗 李氏猛然想起 父亲死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样一身衣服 难道刚才打身边过的 都是死人 这个念头吓了他一跳 忍不住 啊的惊叫了一声 如此寂静的地方 李氏惊叫得无比响亮 一个从他身边路过的男子 猛的一个回头 李氏就看见他 形容枯高 面无血色 一双眼睛没有任何感情 也没有一丝生气 冰冷冰冷 还伸出一只手 要来拉扯他 李氏吓得浑身颤抖 全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眼见那人惨白的手 就要碰到他身上 老王突然出现 手中捏了一张纸钱 朝前面一扔 笑声喝道 去 纸钱化作一道流光 向前飘荡 那男人被纸壁吸引着 如同看见了骨头的恶狗 再也不理会李氏 朝那纸壁追了过去 李氏惊魂未定 知道自己闯祸了 战战兢兢的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王却叹息一声 对他轻声说道 这些都是刚死去的阴魂 莫要冲撞了他们 记住我的话 莫要出声 莫要乱动 跟紧我就好了 李氏点了点头 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紧跟在老王身后 再也不敢东招西望 如此这般的 走了约有半个多时辰 到了一处十字路口 这路口甚是宽大 旁边有一棵巨大的槐树 像是村头那棵古槐 但看上去却有些不同 只感觉这棵树上的树叶 无风自动 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生动自然 远比村口那棵漂亮许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巴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二集 巡路阴差 路口东向的前方 灰蒙弄天空中 隐于有一座大城义的样子 左右两侧通南北 却看不到有任何的东西 到了槐树之下 老王停了下来 从布包里拿出一叠冥帝 对李氏说道 你就在这里等着 记住不要说话 也不能乱走 除了是我 不管什么人叫你 都不要答应 若是有骑着攻击的阴差 问你话 就说再等我 给他两张铭币 其他的 什么也不说 你明白了吗 李氏听说 要将自己留在这里 慌乱问道 老王大哥 不用我跟着你了 老王点了点头 说道 我去城隍那里办事 那边阴气太重 感染了 对你不好 我快去快回 若是找到了 或打听到 娃的命魂在哪 我就回来接你 李氏答应了一声 但声音中的颤抖 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老王叹息了一声 对他说道 莫怕 莫要慌乱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会有事的 我得抓紧去办事 要等到天亮 就来不及了 说完呢 再也不顾李氏 转身就走 李氏也知道 这不是害怕的时候 便定下心神 站在槐树下面 耐心的等待 一边暗暗祈祷 老王一切顺劲 这样等了一会儿了 十字路口渐渐热闹了 路上人来人往 有步行的 有乘车的 敲锣打鼓 踩其飘飘 还有凝正的恶鬼 压着哭哭啼啼的人走过 有的还扬起手中的鞭子 猛抽哭泣之人 嘴里骂骂咧咧 李氏瞪眼看着 却谨记老王的叮嘱 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乱动 暗暗期盼 老王快些回来 时间一长 李氏也看出了些门道 那些自己赶路的阴魂 都是朝东走 被恶鬼压的 都是奔西走 乘车的 打鼓的 多半都是去了北 这些人身招各疑 有披红挂彩的 有破破烂烂的 更多的 都是黑色的兽衣 他正看得稀奇呢 猛的 右边烟沉腾起 路上的人像受到了惊吓一样 急忙都躲闪到两边 李氏也好奇的 扭头朝烟沉所在之处看去 就见烟沉泥曼之间 一个寸许长的小人 方脸圆眼 三缕长须 身上穿着白色的官衣 头戴尖尖白帽 手里拿着一个招魂帆 骑着一只 五彩斑斓的大公鸡 塌塌塌地 飞驰而来 路上的行人都停下不动 弯腰低头 就是那些个凶神恶煞般的鬼差 见到了公鸡上面的小人 也是满脸堆笑 刻意地讨好 那人神情高傲 也不看这些人也 镜子奔跑 李氏虽然看得稀奇 却也不敢招惹 急忙像其他人一样 弯腰低头 谁知道那人来到槐树下面 猛的一雷僵声 大公鸡直愣愣地就停了下来 那小人怂起鼻子 吻了一吻 就朝李氏大声问道 你阳寿未尽 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小人颇有官威啊 举着招魂棒 朝李氏就要打 李氏惊了一惊 想起老王的叮嘱 急忙抽出两张纸钱 递了上去 颤神说道 叫这位爷知道 我在这里 是等老王大哥的 他去办事 让我在这里等他回来 那小人见了李氏手上的纸钱 脸色顿时就缓和了 伸手接了过来 对他说道 你是个小事的 老爷我儿子就不追究了 就在这里等吧 不要乱走乱动 否则老爷帮不了你 李氏急忙点头 那小人呼喝了一声 急着大公鸡 塌塌塌地去远了 李氏猜测呀 这一定就是老王所说的 巡路阴差 心中却纳闷 这阴差架子那么大 怎的不起马 去骑了一只大公鸡呢 他哪里知道 公鸡是足阴导阳的祥瑞之物 太阳出 雄鸡蹄蹄 鸡被称之为阳晶 太阳之金 但这世间万物 阴阳逆转 阳到了极处 也就成了阴 公鸡虽多 也不是个个都打鸣了 这些个打鸣的公鸡 夜间都会成为阴差的座席 镇射群鬼 带到鬼门关一关呢 就放出这些公鸡回来 俗话说 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白天是人的时间 晚上是鬼的时间 公鸡回到人间 一打鸣就是告诉活人 天亮了 该你们活动了 李氏也想不通 就不再想了 就在槐树下苦苦等待 可左等右等 也不见老王回来 心中就难免有些焦躁 正在这时 突听到身后有人呼唤他 三娘 三娘 声音飘渺 却清清楚楚地传到耳中 这声音是如此熟悉 喊得又是他的小名 难道是死去的老爷子 看见自己了 李氏心中一动 就要回头 李氏刚要转头啊 猛然就想起老王嘱咐他的话 不管谁喊他 都不要答应 转念又想 父亲去世多年 又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立时就拿定了主意 无论后面叫声多么亲切 终究没有转过身去 就这么坚持了一会儿 后面喊他的声音 突然就消失得无有无踪 李氏松了一口气 这也不怪他 任谁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老是听到后面 有个熟悉的声音 不断呼唤 心里都绝对轻松不了 可这么一放松 又开始着急 这老王 怎么就不回来了呢 又等了一会儿 李氏急的 已经有些抓心捞肝了 就在这时啊 前方烟尘弥漫 李氏以为又有阴差巡路 准备好了纸前等着 却见烟尘中出现了一辆白色的牛车 慢慢悠悠的对面而来 拉车的白牛高大健壮 离得近了才看清楚 竟然就是个白纸扎成 车厢也是白色 随着一个门帘子 不知道里面坐着什么人 赶车的却是一个头戴绿帽的小人 一边挥着鞭子 一边嚷嚷的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来往过路的 看见这牛车都是远远躲开 不管看上去多么疲惫 愣是没有一个人上车 牛车漫漫悠悠的迎面而来 李氏不敢招惹是非 只是小心的看 谁知那牛车到了他身边 竟然停了下来 那戴绿帽的小人 朝他笑了 哎 上一位 你上不上来 李氏见他跟自己说话 吓了一跳 也不敢回话 低头看去 那小人黑黑的一笑 就要赶车再走 这时门帘子被掀开 有人对李氏说道 好的娘 我啊找到了 快上车 这声音如此熟悉 李氏忍不住抬头一看 这是自己的丈夫林老师 他愣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你咋来了呢 老王大哥带我来的 我找到了 快跟我回去 林老师一脸着急 车厢里隐约还传来孩子的哭声 李氏有些拿不定主意 林老师着急说道 快点吧 老王大哥还有事呢 你是半会儿回不来 孩子的哭声 扰乱了李氏的心神 又被林老师这么一催 也就不再多想 双手并用 爬上了牛车 可是到了车厢里一看 哪里有什么孩子 连林老师都不见了影子 对面一个是 面色幽黑的男人 看着他冷笑 还有六个不认识的 面对面的坐着 这六个人 男女老少都有 见他上了车 都笑嘻嘻地看着他 李氏这才知道 被人哐上了车 急忙挣扎着要下车 可突然间 却怎么也动不了 任凭他使出多大的力气 就如同被钉在了车厢一般 而那慢悠悠的牛车速度 突然就快了起来 几乎就是眨眼之间 钻进了浓雾里 李氏脑中一阵迷惑 渐渐什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氏全身一凉 有了意识 他睁开眼 就见天空群星灿烂 四周风轻云淡 再也不是 那花飞花 雾飞雾的感觉了 同时啊 他突然闻到一股遗香 这香气是如此强烈 使他觉得饥饿非常 这种饥饿的感觉 让他发疯了 像是不马上吃点什么东西 就要立刻死掉 忍不住 就朝着那香气 慢慢靠近 先说家中啊 林老师愣愣地 守着墙角 如同睡着的两个人 时不时的 还看看木桶里的孩子 那木桶里的水 一直沸腾不止 孩子泡在水中 飞带身上没事 黑毛还退去了不少 心中也颇觉的安慰 只是这般等待 的确煎熬了些 也不知道老王和自家婆娘 什么时候回来 过了有一个时辰 墙角的老王突然全身抽搐了起来 天灵上冒出一股白气 将天灵的纸服冲掉 眼接着就见老王行转过来 一脸焦急地问道 你媳妇回来没有 林老师被他问得愣住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怎么问我 老王也不理他 快步走到李氏身边 见他双眼无神 仍是直愣的 看着地上那碗水 头顶上的纸服还在 大喊了一声 糟了 冷汗煞时就流了下来 原来老王办完事回来 到了槐树下面 却没有看到李氏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子 直到坏了 也顾不上别的 急忙顺着来时的路回赶 等行转过来 见李氏头顶上的纸服还在 就知道他的魂魄还没有回来 林老师还从未见过 老王这般慌张的模样 急忙问道 老王大哥 出了啥事啊 你可别笑我呀 老王冷静了一下 直到这个时候慌张不得 陈生对林老师说道 没事 你等我回来 说的 白眼一翻 咕咚一声 栽倒在地上 再次魂魄出窍 李老师吓了一跳 也不敢动他 隐隐的 也觉得事情不对 老王走音 又回到槐树底下 正巧碰见 骑公鸡那个阴差 急忙上去 打听消息 更是将剩下的纸钱 全都塞给了阴差 那阴差收着纸钱 疑了一声 那小娘子 不是在槐树下 等着你吗 没等到 老王急忙 将事情给说了 那阴差 见老王着急来 骑着攻击 帮他去打门消息 没多大功夫回来 说是有人 见到林家娘子 跟着一辆牛车走 跟着一辆牛车走 时间并不长 跟老王来回呀 也就是前后脚的事 老王顿时就明白 怎么回事 也顾不得跟那阴差多话 只说日后必定有报 急忙怀扬 老王身体本就虚弱 连着两次走音呢 身体 这身体更是到了一个极限 勉强站起身来 对林老师说道 好好守着娃 我去去就回来 林老师见他脸色难看无比 刚想要问 却见老王 已经心惊火了的 走出家门 这会儿 也就是后半夜 老王挨家挨户的窄门 四处打听 谁家有猪狗之类的 牲畜生崽子 村子里本来就折腾一回来 老王这么一闹 全村人都醒 有心肠热的 就帮忙一起打 过了会儿 才打听到 村西头一家母猪 刚生了一锅崽子 老王急忙跑到那家猪圈 就见一只肥大的母猪 斜躺在草堆上 刚生了七个崽 有四个 叼着正在吃着呢 其余三个呢 正往里头挤 有一只小猪 腰上有一圈白毛 像是系了一条白腰带 这会儿啊 挤到了母猪身边 正伸嘴要吃 老王见到了 急忙从地上捡起石头 使劲砸下那母猪 母猪被砸得 嗷的一声惨叫 蹦跳起来 那小猪才被闪了一下 没吃到奶 老王也不管那家什么反应 翻身进了猪圈 拎起腰上 那有一圈白毛的小猪 狠命地摔在地上 小猪刚冲出来 本来就弱小 哪里禁得住他如此狠摔 立刻就被摔死 那户人家 见老王摔死了自家的小猪 拽着他嘲嚷不休 老王也不多说 从怀里掏出一顿银子 塞给那家人 说道 这够陪你家猪的了吧 说完了 也不管那家人乐不乐意 急忙回到了林老师家里 林老师懵懵懂懂的 又见老王回来了 还没等他问些什么呀 老王白眼一翻 又走音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三集 招魂 这一回啊 老王来到那棵槐树之下 李宗正愣愣地站在那里 见老王前来 急忙问他 老王大哥 刚才我饿得厉害 眼见前面有一大斗 正在向下露神 刚要吃 就见你跳了过来 举起我 把我给摔死了 我就又回到这了 老王大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王带着他回走 太席说道 你就不记得 咋去到那里了 李宗心中羞愧 知道这都是 没听老王的话 声音嘀嘀地说道 我等你不回来 见老师在车上 他说让我跟他走 又听到孩子哭 稀里糊涂地 就上了车了 老王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出 转念一想 知道李氏是被迷惑 想必就是那黑胡 心有不甘做出来 但这会儿啊 不应旁生之解 陈生说道 那牛车拉的人 都是去投胎的 不过是猪胎 车上的那些 都是前世犯偷盗罪 欠债不还 喜欢杀生 不惜听闻经法 飘荡多年的孤魂野鬼 你怎的就不听我的话 上了那车呢 多亏我打探得及时 你看见的那漏斗 流出来的 那哪里是什么美食 那是猪奶 你若喝了 猪身上的浑浊之气 污浊了你的命魂 那就真成了一只猪了 任谁也救不回来你 幸亏还来得及 李氏暗暗羞愧 却觉得当时肚中的饥饿 实在是难难 那种要命的感觉啊 没办法说得清楚 羞愧之中 想起孩子的事 急忙问道 老王大哥 把这命魂找到了没有 知道在哪儿了 不远 老王带着李氏来到一处水潭 猛的站住 回头使劲拽了把李氏 然后向前一推 李氏跌进水潭里 只感觉到全身一冷 猛然打了个激励 再睁眼 已经睡在家中了 林老师正愣愣的看着自己 他全身寒冷 扭头朝老王看去 就见老王身体猛的一抽 上半身直愣的立了强 苍白的脸上 有那么一丝潮红 猛然张嘴 哇的吐出一口血来 人间明界阴阳相隔 行走阴阳两界 豪得是心神体魄 老王每次走完阴呢 都得休息上至少一个月 然后是这样 短短的几年 也让他变得跟个老头似的 这一来一回 这一夜啊 来来回回走了三次 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这口血吐在地上好大一滩 老王毫无血色的脸 顿时又苍白了几分 人像老了几岁 林老师急忙上前扶起老王 骇人问道 老王大哥 没事吧 老王摇摇头 右手颤抖的伸进怀里 掏出一个小纸包里 里面放着几颗黑乎乎的药丸 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 却自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老王含了那颗药丸 闭上双眼养了养神 再睁开眼睛 变得精神了不少 我没事 去看看你媳妇怎么样了 老王撑着站了起来 到李氏身边蹲了下来 李氏烂泥般的摊在地上 双眼看着老王和林老师 全身上下散了架子般的疼痛不已 无法动他 老王将那颗药丸 塞在李氏的嘴里 对他说道 大嫂子 娃子命魂离得不远 待会儿 你还得帮我找回来 吃了药 觉得好点了 就喊我一声 李氏含着药丸不能说话 点了点头 这药到了口中 鲜苦涩无比 整个嘴巴都麻木 可等着苦劲一小 就感觉到满口生机 药丸顿时化作一股清流 顺着喉咙直下 李氏腹中一暖 一股热力泥漫开来 温暖干燥 他精神一振 就觉得身上有了力气 李氏站起身来 走到老王身边 就见他在油灯下 用白纸叠了一盏小小的灯 这灯虽然是白纸叠成的 却是八面玲珑 像是个塔的形状 很是好看 老王全身灌注的折完了灯 又调和了朱砂 在灯上面画了许多 七扭八拐的符中 转眼 一盏白纸灯 就变得精致了起来 老王取出一截白蜡出来 小心地放在纸灯里 点亮后 将灯封出 光亮透过纸灯 散发出一种 幽蓝幽蓝的光芒 并不是普通的那种白光 或者是昏暗的红光 而且这光亮一眼看上去 没有一点的温暖感觉 相反的 透着那么一丝阴冷 大嫂子 这是招魂灯 待会儿 你举着灯喊魂 我给你护发 把灯递给了李氏 他又掏出两张黄纸 贴在李氏纸一两侧的肩上 低声说道 这两张黄符 能压住你肩上的命魂 娃的命魂弱小 这么做 也是怕你的阳气 冲撞了他的命魂 如此一来 你身上的阴气就重了 待会儿不管看到什么 都不要管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只管教魂就是 还有 灯火不能灭 你要记住 折腾了这么久 就是教魂 李氏有些失伤 李氏有些失望 对于教魂他也不陌生 当地风俗认为 孩童若是受到了惊吓 就会终日吃不下去饭 睡不好觉 惶惶不可终日 以致魂不附体 此时必须叫魂收惊 使魂魄归来 除兵消灾 除兵消灾的 办法也简单 在沿下床头 或受惊吓的地方 烧几只箱或明纸 将孩子的衣服 在火焰上方前后摆动 手中拿着菜刀或剪刀 在地上拍响 再将米粒撒向四方 口中呼喊 东方米粮 西方米粮 南方米粮 北方米粮 四大五方米粮 某日某日 某月某日 某某小孩名 童年来归 请到九天玄女 接魂童郎 送返某某归来 老王的方法 明显与他知道的 有所不同 他有心想问个字 可以想到 老王今天晚上 所显露出来的神通 就觉得 老王的方法 可能更管用一些 也就没有多问 老王从脖子上 取下了一个 黑色的玉石挂架 嘴里念念叨叨的 挂在掌心里 做完这一切 横了一眼 傻乎乎的林老师 对他说道 你不要跟着 就在家里看好玩 现在开门 林老师正焦急的 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听到开门两个人 急忙跑到门边 打开屋门 老王深吸了一口气 点燃一张黄纸 向外面一甩 立鹤了一句 去 气死一出口 整个村子上空 煞石暗里 刚才还风轻云淡的夜空 变得昏暗 暗淡了起来 李氏手中的招魂灯 显得无比的明亮刺眼 大嫂子 出气喊魂了 老王在李氏身后 低声对他说道 李氏拎着手中的招魂灯 只觉得这灯 突然间就中了不少 他刚有脉动 却啊的一声 站住了 有头问老王 该咋喊呢 喊娃的名字 娃太小 还没取名字呢 老王一愣 冷汗煞石就留了下 千算万算 竟然就忘了这茬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签 有了名字 才能清分你和别人的不同 也是唯一跟随你一生的印记 即便死去 这个印记 依旧会跟着魂魄存在 永远也不会消失 叫魂呢 不是随便乱叫的 若是叫的不对 叫回了孤魂野鬼啊 想要请走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到如今 也没了别的办法 给玩献起个名字 明显来不及了 老王沉默了一下 沉声说道 没时间多想了 天亮就晚了 大嫂子 你就试着喊 李氏小心翼地出了家门 拎着招魂灯 轻声召唤 娘的心尖尖啊 娘的心尖尖啊 你在哪啊 李氏声音中透着焦急 心疼 难过 期待 各种复杂的情绪 混杂在一起 在这寂静的夜晚 传出去好远 老王紧跟在他后面 嘴里轻声念着 不知名的臭语 两人出了院子 李氏的声音 更加幽远起来 夜幕深沉中 就见几条白色的影子 呼啸而来 直奔那盏招魂灯 指灯轻薄 在山峰催浮下 本就摇摇晃晃 里面的火光 也晃荡的弱小 根本就经受不住 这几道白影的冲撞 老王是早有准备 看得分明 横冲出去 挡住李氏的身体 右手朝几道白影拍了过去 啪啪 几声轻响 几道白影被他拍得烟消云散 那盏招魂灯 摇晃了几下 终于还是挺住 没有灭 李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停了一听 只觉得手中的招魂灯 骤然沉重了起来 老王拍散了几道白影 朝着四周拱了拱手 沉声说道 各位 冤情债主 今日是来寻找我家玩的命魂 大家给我老王个面子 不要生事 日后定会奉送银钱 给各位享用 若是非要搅扰 也莫怪我不给面子 老王这几句话 说得甚是煞气 手中的黑色石雕 向四周晃一晃 剩下的几道白影 顿时向后退 生怕被这黑色玉石挂件 给碰到 老王哼了一声 对李氏说道 大嫂子 你换个叫法 继续走 呼啸而来的这些白影 都是一些孤魂野鬼 死后没有人祭奠 怨气最大 罪是嫉妒 眼见自己死了那么多年 无法入轮回 更没有人败祭 吃不得香火 如今有人为自家亲人叫魂 嫉妒 怨恨之下 明知道叫的不是自己 却也要搅扰了别人家的好事 老王的凶狠 震住了这些孤魂野鬼 但就此离去又不甘心 就远远的跟着 老王没有时间跟他们好 催促李氏继续前行 这回李氏换了个喊法 杨的乖儿子的 你在哪儿啊 李氏喊得着急啊 可是还是没有玩得半点踪迹 倒是孤魂野鬼越聚越多 有老王一身煞气守着 谁也不敢靠近 却又跟在他俩身后 远远看去 跟在身后的孤魂野鬼 竟然有十几个之多 就这样 夜色中 两个活人 身后跟着十几只孤魂野鬼 走到了村子边 可是还没有找到孩子的命魂 李氏手中的招魂灯 却是越来越沉重 几乎就有一袋面那么沉 这也就说明天要亮了 晚回走 把这命魂就在村子里 老王说的是无比坚定 李氏咬牙硬撑 连着招魂灯回转过来 又朝自家门口走去 嘴里呼喊不停 娘的玩儿啊 娘的乖乖啊 你在哪儿啊 这声音里一人竟是带着哭腔 手中的招魂灯 也是越来越沉重 那小小的木把手 握在手里 已经将手掌心 勒出了血了 就是这样 李氏仍没有半点放弃的意义 几乎就是用全部的生命 体力 凝聚在她的右手之上 提着这盏 已经沉重的 无法想象的招魂灯 这世上 母亲对孩子的恩情 绝对是大于山的 因为只有母亲 相信你是最好 相信你是最独一无二 也只有母亲 不管你做错了什么 都会原谅你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你 也只有母亲 不会 永远不会放弃你 天色已经微微放亮 跟在他们身后的孤灰野鬼 也渐渐散去 李氏和老王又回到了自家门前 李氏手中的招魂灯火焰 已经微弱地摇摇欲醉 李氏伤心至极 哭喊着嚎啕着 娘的娃儿 你到底在哪儿啊 快回家吧 你若不回来 娘也不活了 老王的压力也很大 眼瞅着招魂灯就要熄灭 若是还找不到娃儿的命魂 所有的一切都会前功尽机 他叹息了一声 本想劝劝李氏 还没等到张口 就听到李氏哭喊了起来 突然 他心中一动 对李氏说道 大嫂子 完美起名字 就喊你的名字 快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四集 义父 李氏听出他口中的焦急 哽咽了一声 大声喊道 李翠莲的儿子呀 回夕归来呀 这一声喊声音大 竟然回荡了起来 就在这时 自家院子里 那棵槐树下面 突然传来一声 清晰的婴儿啼哭 风水里面有一句话呀 叫做 钱不栽桑 后不重流 中间不重鬼拍手 所谓的鬼拍手呢 就是槐树 木鬼为槐 是急不易种在家中的 院子里 有槐树更是忌惑 可林老师这破房子呀 占的土地 是地主王德财的 就连院子那棵槐树 也是人家的 能让你住着呀 还是看在你 诉众人家的土地 交租子的份上 哪里有你挑选的余地 更不要说 砍了这棵槐树 院子里这棵槐树呢 也不知道 长了多少个年头 两个人根本 环抱不过来 到了夏天 更是青盖如散 是个 成 是个成凉避暑的 好地方 刚开始住进来 李氏也觉得 这棵槐树晦 可随着日子 一天天的过去 也就不当回事了 哪里想到 找了一夜 玩的命魂 就在这棵槐树下 娃娃的哭声很小 就像个小猫一样 可听到李氏和老王的耳中 却无余余 霹雳震震 两人俱使精神一振 李氏立刻觉得 灯笼不那么沉重 脚下也有力气 大步朝着哭声奔去 果然 在槐树东北方向 一个淡淡的小娃娃的虚影 正在四脚朝天的哭泣 大嫂子 别停 继续喊 李氏莲的儿子呀 娘在这里呀 娘在这里呀 李氏的哭喊声 不再悲哭 反而带着一丝喜悦和解脱 她忍耐不住 弯下腰就要去抱那个小小的虚影 但她刚弯下腰来 就被老王给拦住了 对她说道 大嫂子 不能碰娃 你的洋气族 怕冲散了娃的命魂 你只管看好招魂灯 其他的有我 说完 老王几步窜进了屋子 拎着她带来的布包 来到槐树下 从布包里取出三只香点燃 恭敬地插在槐树下 拜了三拜 轻声说道 感谢树上仙家照顾我玩 日后初一十五 奉上香火 报答仙家元首之恩 绝不感忘 说来也怪了 她这句话说完呢 槐树哗啦啦的一阵晃动 仿佛就是回应她 更有几个还未枯黄的树叶 从树上旋转地飘落下来 老王把手上的黑玉挂件挂在脖子上 从布包里取出浆糊 捡起几片青绿的大树叶 啪啪啪 粘在双手之上 然后小心地弯下腰 用沾满树叶的双手 轻轻捧起了小娃娃的命魂 老王从听到娃儿的哭声 就知道这棵槐树有古怪 要知道 现在是秋季 挂的是西北风 山风刚烈 哪里是这么个小娃娃的命魂 能够抵挡的猪 何况 娃儿的命魂从一出生 就被挤出了身躯 已经一天一夜 若不是这棵槐树上面 蛀的也先保佑着 又如何能抵挡了 日头还有蒸腾的氧气 将树叶粘在手上 那也是隔断了 他身上的氧气 小娃娃的命魂太弱了 韦石受不得半点冲撞 大嫂子 回屋 千万别扔了那招魂灯 我要前功尽弃 听了老王的话 李氏吓了一跳 说实话 这会儿他真想把手中的招魂灯给扔了 刚才看见王的命魂呢 他心中一松 顿时就感觉 手中的招魂灯 咒于千计 若不是那会儿心神都被王给吸引住了 怕是早就扔到了地上 嗯 李氏应了一声 打起精神 双手颤抖 也就是用着台的姿势 朝屋子里慢慢走去 怀手到屋子 也就十几步的距离 可这每一步迈出去 都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力气 走了才没几步 李氏就感觉到 眼前精光之梦 恍恍惚惚的 就要支撑补助 老王紧跟在他身后 见到他这个模样 也知道到了极限 陈生对他说道 大嫂子 支持一下 没有招魂灯指引 我抱不动这孩子 到了屋子里 就好了 李氏几乎疯癫了 这几句话 却像一盆冷水 从头到脚 浇了下 令他昏沉的脑袋清醒了一下 想起木桶里的孩子 他啊的嘶声乱吼 早就没有了平时温婉的模样 变得如同风火 双手抬着几乎重的 跟山一样的招魂灯 大步向前迈去 这已经就是燃烧生命 使出的气力 这力气支撑他跨进了屋子 可一进到屋子里 他就再也坚持不住 扑通一声 扑倒在地上 林老师吓了一跳 急忙跑过来 扶起李氏 大声叫嚷 儿子娘 儿子娘 你这是咋的了呀 李氏倒下了 招魂灯 咕噜噜的滚出豪远 悄然熄灭 这时 村子里一声 公鸡嘹亮的叫声响起 天中雨亮 这一声公鸡嘹亮的提叫声 传进昏沉沉的李氏耳中 仿佛一道天雷就在他耳边炸响 竟然又行转过来 豁然坐起 直愣的 看着已经进到屋子里的老王 老王对他惨然一笑 高 老王脚步 脚步晾翔地走到木桶旁 招呼林老师扶住孩子 这时 木桶里淡红色的水变得清澈透明 水花也不再翻过 老王双手平抬 嘴里念着咒语 就听他念得越念越快 右手按住孩子的胸膛 大喝了一声 去 去自已出口 木桶里的娃突然猛的一抖 双眼慢慢睁开 小嘴一张 却还是没有哭出来 李氏看得激动 爬起来就朝木桶边扑 大声哭喊着 娘的肉啊 别动 娃的命魂是找回来了 妖气却还在身上 我得把他身上的妖气给逼出来 老王盘腿坐在地上 苍白的脸上双眼圆睁 甩掉手上的树叶 伸进水里 叶骨样从娃的双脚 开始向上一点点摸去 随着老王手上的动作 娃娃身上的黑毛 一点点开始消退 又变成最初白白嫩嫩的模样 当身上最后一丝黑毛都消退以后 一道浓密的黑气 凝聚在娃娃咽喉中间 怪异的扭动着 这回娃娃张开小嘴 这连呼吸也不能 老王左手扶住娃娃 右手猛然在他后背一拍 就听到啪的一声轻响 一颗黑乎乎肉球样的东西 就被娃娃吐了出来 这肉球一吐出来 娃娃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声 可谁知道 那颗肉球被吐出来之后 并没有掉在地上 而是悬浮在空中 就离娃娃张开的小嘴 不足五指的距离 随着娃娃一声哭出来 肉球又朝着娃的嘴里飘去 老王听到娃的哭声 心中本是一松 可随即看到这情形 心中咯噔一下子 知道坏 右手并没有离开娃的后心 而是又向着娃的后心 催发了一股阳气 这股阳气一催发 那肉球飘忽着 又离开娃娃小嘴 远了一点 老王也看清楚了 娃吐出来的肉球 是那黑胡的腰单 可这腰单在娃的体内 已经有一天一夜 沾染了娃的气息 老王虽然生硬的 逼出了腰单 可若是没有外力 这腰单早晚还会钻进 娃娃的身体里 谁也阻挡不住 等娃娃完全与腰单融合了 就会变成一个 人不人 糊不糊的怪物 老王已经是 灯枯油尽的地步 莫说毁了这腰单 就算夺下来也不可能 可这般僵持下去 也不是个败了 老王知道 若是让这腰单 在娃娃的身体里 多待上一天一夜 倒说 任凭大罗金仙下凡 娃娃也是没救 而且 他元气大伤 没几月的时间 是根本恢复不过来 左右为难之下 也是束手无策 就在他思量之际 那腰单 滴溜溜的旋转了起来 就像有一根 无形的线 拉扯着 朝娃娃的嘴里 一点一点的挪动 老王眼冒金星 厚力不足 已经无法僵持下去 眼见那腰单 到了娃娃的嘴边 老王狠了狠心 猛然张开了嘴 咬住腰单 咕咚一声 咽进了肚里 这变故甚快 只在几个呼吸之前 等李氏和林老师 反应过来 老王已经全身 被黑漆笼罩 一张脸 更是如同墨一般漆黑 两个人一看 顿时就呆住 手足无措 我没事了 这黑玉上 刻的是地厅神兽 是开过光的 地厅 是地藏王菩萨 同灵神兽 能保护主人 屈邪避恶 有了这玉件 那黑胡 害不了娃娃了 老王颤抖着 把脖子上 那个黑玉雕刻件 挂在了娃的脖子上 一边说 一边站起来 捡起地上的布包 里面取出 一小罐灯油 咕咚咕咚 喝了几口 剩下的 全交在自己身上 大兄弟 大嫂子 娃还没有起个名字 我就给她起一个吧 她姓林 就叫林奇吧 名字反过来 就是麒麟 麒麟是吉祥神兽 诸太平 长寿 我就是希望她能平平安安的 咱娃子是个不平常的 我去因私寻她的命魂 却没有他的记录 啊 我想这孩子上辈子不是神灵 就是修行很高的人 拖生到你家 本该继续修行 可这么一闹 因此已经将这孩子记录在岸 再加上通过腰单 甚至被妖气搅动 这孩子已经不会再记得前世的种种了 老王咳嗽着说话 力气已经不济 人也苍老得没有样子 连身体都勾勒了下去 挪动着脚步朝屋外走 林老师上前扶住老王 说道 老王大哥 咱说好的 你救了王 王就是你的孩子了 该改你的姓 这事咱说定了 就这么办 俺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 老王借他说的实称 哭笑着摇头 若是我还成 孩子改我的姓 那也没什么 我原本想等孩子长大了 成了亲 生了男娃 让孙子改回你林家的姓 也就是了 可我不成了 不能陪着他了 就还让他姓林吧 等孩子成了金 生了娃娃 有一个跟着我姓王就行了 我腰气入体 若不烧了 就会变成个妖物 祸害整个村子的人 打兄弟 咱们就做别吧 几句话的功夫 老王走到了院子里 那棵槐树下面 哆嗦着 从兜里掏出个火褶子 对林老师笑了笑 说道 我本孤寡 如今有了玩 虽不跟我的姓 却也是金 我没什么遗憾的 对了 不要忘了初一十五 给槐树上的仙家功夫 这是我答应人家的 一团火光突然亮起 火焰之中 老王缓缓盘膝坐下 喃喃自语道 生又何爱 死又何苦 百年前我是谁 百年后 谁是我 李氏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与老王接触只有这一夜 可经历了那么多 一如亲人一般 如今为了救亡 竟然落个尸骨全无 心中一酸 再也忍耐不住 抱起孩子 走到屋外 对着那团燃烧的火焰 轻轻对孩子说道 你看见了吗 那个是你的爹 你的另一个爹 他叫王十八 李氏抓起孩子了两只小手 对着那团燃烧正望的火焰 败了一半 火光中 他仿佛看见老王那张苍白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笑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五集 金龟词 林奇 林聪九十三岁 之所以叫林聪九 是因为大元朝除了错官和有公命的人以外 仅止汉人老百姓起名字 兴之后 只能以数字代替 神州大帝 一问名字 全都是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十五 十六 这样的名字 许是这样啊 才能方便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元朝光源 把百姓的名字给教权 老王全名叫王十八 叫崇九呢 是取了他名字的双 意思也是叫林奇不要忘本 还有一层呢 是见名好养 林奇名字起得大气 十里八村也就这个孩子有这么个名字 太过引人注目 何况官府也不让叫 就又取了一个崇九 全当是小名了 当地官员不管那么多呀 只要孩子的名字是数字就行 至于怎么起啊 实在没那个兴趣知道 十三年 外面或许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在这槐树村呢 却依旧没有半点改变 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 十三年前是这样 十三年后应该还是这样 不一样的是 林奇长大了 这孩子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首先 他很干净 不像村里的其他孩子那样 看上去脏兮兮的 他穿的同样不好 吃的也不强 但就是长了一张白白净净的脸 一个月不洗脸 看上去也干干净净的 其次呢 是聪慧 李氏十文断字 不想让林奇一辈子连个字都不认识 三岁便教他认字 虽然买不起纸笔来啊 只能在沙地上画字来 可林奇却是一学就会 一会就精了 搞得李氏常常叹息 若自家儿子生在前朝 凭着这般聪明 再有个夫子娇娇 考个进士 绝对不在画像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无病无灾 那黑胡也没来搞事 林老师和李氏的一颗心 就渐渐放下来 两口子感念老王的恩德 在家里摆了个灵位 逢初一十五 就带着林奇磕头烧香 还告诉他呀 这是他义父 为了他才不在 长大 有了孩子 要有一个姓王的 每次都说 每次都磕头 磕得林奇很是纳闷 也不知道 这义父是何来历 可一问起来呀 父母却都是探着气 谁都瞒着他不说 更让他奇怪的是呀 每次给义父磕完头 还得跟父母到院子里 到槐树下面 烧上三炷香 同样也要磕头 所以啊 初一十五 就成了林奇最不喜欢的日子 说起来院子里那棵槐树呢 自从林奇出生之后 树根下面就长了一个大木柳子 而且越长越大 到了现在呀 简直跟那槐树一半的粗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平平淡淡 无风无浪 若是别的孩子呀 七八岁的时候 就能帮着父母到地里干些活的 可林家虽然很穷啊 但李氏和林老师心疼孩子 从来不让他下地 林奇每日里就在村子里游荡 他人聪明 又放任游侠 成了村子里的孩子头 整日里打闹玩耍 呼啸而来 呼啸而去 旁人看了都是叹息啊 这孩子再这么下去 就要成个浪荡子弟了 林奇听了 却是不以为然 心想着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自当是要建功立业 哪里是这些村妇御夫知道的 这孩子的想法古怪 倒也不怪他 两年前 他从一要饭的手里 用家里二斤小米 换了一本残缺的 唐传奇画本 里面讲述的是扎然客 聂尹娘之类的传奇 林奇见了惊为天人 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只觉得这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为此挨了林老师两巴掌 但他却是不哭不闹 觉得这二斤小米 换得实在是太值了 谐话少说呀 只说这一日 林老师去到林孙帮衔 还未回家 李氏做好了晚饭 想让儿子先吃了 但林奇说呀 要等爹回来一起吃 李氏颇为欣慰 觉得这孩子大了 也懂事了 便将饭菜扣在锅里 去帮丈夫儿子 缝补衣裳 却不知道 这会儿正是黄昏时分 林奇靠在墙角 看着手里那本发黄财书正入迷呢 林家贫穷啊 到了晚上 油灯能不点就不点 林奇是想借着太阳还没下山的余光 再看会儿书 这么一看呢 又是小半天 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 直到再也看不到书上的自己 林奇这才放下手中的书 却感觉有些困倦 靠着墙角打起嘴儿来 迷迷糊糊中 远处一团幽蓝的光芒 游远举近 光芒中裹着一个黄山的女子 手中拎着一盏精致的灯笼 还牵着一头 钻着红绳的猫鱼 缓步而来 蓝色的光芒 便是从这灯笼中散发出来 女孩子十三四的年纪 身段窑窍 滋容漫妙 色若春晓 到了近处 美丽的大眼睛 盯着林奇看个不停 林奇也是纳闷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 这般个漂亮 村里没有那等漂亮的人物 刚想开口问 就见那女子对她盈盈笑道 小公子 我家老爷请你前去赴宴 这一声小公子叫得林奇通体熟态 黑黑笑 你家老爷姓甚名随 等地就让你来请我了 黄山女子见林奇小大人般的惺惺作态 不由的就是扑吹一笑 我家老爷姓金 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家 听人说 小公子仗义豪侠 是个好男儿 想要结识一下 如今九十已经备好了 就等小公子了 林奇半大小子呀 喜欢听些个好话 又喜欢看些传奇意志 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凡的 奈何这小小的村子里 却无人识得他是英雄 而听到黄山少女对自己这般说 哪里还把持得住 急忙站起身来 说道 既然来请 小子又不是不识礼数的 这就去 这就去 黄山女子一笑 骑上猫驴 示意林奇上来 林奇也不想骑他 跳上猫驴 那女子呼哨一声 猫驴四提生风 朝前急奔 林奇吓了一跳 哀呦一声 抱住了前面女子的细腰 也不敢松了手了 只感觉香气扑皮 耳边风声呼啸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就听那女子说道 到了 林奇颇有些不舍的下了毛驴 站直了 朝前一看 就见这是一个三进三出的院子 虽不是太大 却甚是富贵豪华 他向四周打了 却见四方朦胧 旁边也无人家 山峰呼啸中 只感觉到这户人家 所在之地甚高 门前张灯结彩 里面有仆人四处奔走 甚是热 他正看得入神 里面走出一个 身穿圆外服的老者 须发洁白 飘飘欲心 满脸笑容的对他说道 小公子 可让老酒 等得苦啊 林奇想不到 主人竟然迎出门来 连忙拱手道 老远外客气了 小子林奇 林从酒 这箱游里 那老者哈哈一笑 怎么又是林奇 又是从酒的 林奇小脸一红 说道 林奇 自从酒 老者呵呵一笑 也不多说 拉着林奇的手 进了府门 进了庭院 呈现眼前的是一条 环形回廊 边缘每隔一段 便有一根红色的柱子 回廊两侧甲山 青池 各种花草 争其豆烟 说不出的雍容富贵 说起来呀 槐树村 王德才家 才算是十里八村 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可是跟这老者家一比啊 简直就是个鸡窝 进了大厅 里面一张巨大的木桌上 各种不知名的菜肴 摆得满满 林奇这会儿也是真的饿 听老人劝了几句 也就不客气的 大吃大嚼了起来 这些饭菜 旧都是素食 却都是色香味俱全 那老者只是吃了两口 便饶有兴致的 看着他吃 林奇佳贫 哪里吃过这般好东西 放开胃肠 吃了个不亦乐乎 直到再吃不下了 这才停下来 与那老者说话 老者自称姓金 说是五十年前呢 居家搬到这里 常听人说 林奇小小年纪 便仗义豪爽 就请来一件 果然名不虚传 云云 老者雍容富贵 举止谈吐更是威严慈祥 林奇对他心有好感 却有些疑惑 这十里八村的 从未听人说过 有如此富贵的金姓人家 刚小儿问得仔细些 就听那老者话锋一转 对他说道 今日由怨气自东而来 定有病灾 将有大难 我们全家就要搬离此地 你林家供奉我金家十三年 请你来 一是表达谢意 二一个就是要告诉你 木鬼下面可以避难 祝你逃过一劫 林奇听得莫名其妙 也不能打断老者的话 正听得仔细 耳边突然响起 父亲的呼唤声音 手脚 你怎么睡到这儿了 快回屋去 别着凉了 林奇一个机灵 睁开双眼 哪里有什么富贵之家 自己正靠在墙角瞌睡 原来只是一场美梦 可说是一场梦 肚子却撑得很 他心中奇怪 也不多说 跟着林老师回了家了 勉强吃了几口饭 总觉得事情稀小 从灶坑里掏出一截烧着的木头 当作活吧 就在院子里转悠 转悠到槐树下面 就见那里有一张白纸剪成的纸驴 掩起来一看 驴脖子下面 酸着一条红线 可不正是他骑过的那头毛驴吗 再向树上看 就见上方两丈的地方 有一个人头大小的树洞 一个金龟子见了他 动了几下 消失不见了 元顺帝治政四年 这一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首先是春天的时候 淮北大旱 均以瘟疫 五月 黄河北绝白毛低 六月 又北绝金低 这两件事啊 也影响了淮树村 先是大旱 自打开春 淮树村方圆几百里 就没下过一滴雨 就在林老师发愁 这年的租资的时候 一场瘟疫又席卷而来 这场瘟疫啊 来势汹汹 和往常疫病又有不同 有个名称叫做传失病 说的是呢 武师中只有失柱 加诸鬼邪为害 其病变有三十六种 至九十九种 大略使人 寒热淋漓 不知其所苦 而无处不遏 今年累月 建就顿劳 以至于死 死后 复传于旁人 乃至灭门 说的是 这病是死人 传给活人的病 有那枉死之人 死后无法入土为安 怨其见长 有人路过 或靠的静 就会沾染上 尸身上怨毒之气 得了这病 咳嗽不止 胸格仿闷 肢体疼痛 肌肤消瘦 用不了多少日子 就会死去 而传染性极强 往往一人得病 全家遭殃 染上了呀 就是灭门的结局 这个病呢 也有个治法 那就是 趁生病之人 还没有死的时候 直接放进棺材里 封死 孙江给沉了 也就绝了这病 奈何这几个月 死的人太多了 饿死的 淹死的 病死的 简直就是师父遍地 哪里有沉江那许多呀 很快呀 这病就传到了村子里 林老师一家 也都染上了此病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Y播讲的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Y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六集 传世病 林奇先染上了 已经昏沉了几天 这一日 稍微清醒 想起了一个月前的事情 就对母亲说道 娘 前些日子 有仙家请我去吃酒 听她说 咱们家槐树下面 那个大树柳子底下 能躲过一截 娘 我和爹都是男子 爹要护得你周全 你去那里躲起来吧 李氏和林老师 自从染了这病 心中担心的就是孩子 他们俩倒是无所谓 这日子苦熬苦熬的 一年到头 能吃饱肚子就不错 早死几日 晚死几年 那也没什么区别 心中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林奇 每当想起来 李氏就难过得不行 总觉得这孩子 跟着自己 没过上好日 如今又染了恶意 却也没个办法 恨不得自己早死了 也就不如此揪心 而听得 林奇说怀树下 那个大树柳子 能救人 心中一喜 又见得儿子孝顺 心中就是一酸 想起老王临死时的 嘱咐的话 这些年来 每逢初一十五 都在那槐树下烧香 莫非真是仙家有灵 不绝我儿了 便拿定了主意 不管如何呀 都要让儿子活下去 眼见林奇精神不济了 就强撑着 去跟林老师商量 林老师已经两日不尽水米 还要强撑着 维持着这一家 这会儿听婆娘说 儿子有救 精神也是一阵 按道 既然是仙家有灵 没准就能救下 自家婆娘和儿子 若他两个人无事 自己就算 死个百八十回的 又能怎么样 两口子怀着心事 一起回到屋里 硬扶起林奇 朝槐树下走 林奇昏沉之际 被父母载起来 行转过来呀 却见两人扶着自己 两枪前行 也知道怎么回事 努力挣扎 奈何这时身躯无力 也挣扎不得 只能大喊道 你们扶着我做什么呀 娘 您快去躲到里面 我和父亲是男子 该要护着你的 他这一喊 李氏心中更加酸楚 手上力气 却是加大 狠命载着儿子 到了槐树下面 果然树根底下 那大木柳子 如今长得更大了些 圆圆滚滚的 中间还立了一道缝隙 这道缝隙 勉强能钻进去 一个小人 大人呢 却无论如何 也钻不进去 更何况 这树柳子虽然大 却也只能装下一个人 两口子狠力啊 就把林奇塞进了树柳子里 都累得撒了架子了 然而是这样 李氏怕林奇钻出来 硬是背靠着树柳子上 把那个缝隙遮挡住 林老师瘫倒在地上 看着自家婆娘 喃喃地说道 三娘 可对不住你了 李氏望着脸色苍白的丈夫 已经是出的气多 入的气少 知道他也是到了大县 对他微微一笑 说道 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这些年跟你过日子 虽然穷苦 但你敬我 知我 爱我 我又如何不知了 老师 跟了你 我从没有后悔过 若有来生 我还愿意嫁给你 过这种平安喜乐的日子 儿子是你我的命根子 只要他好 咱俩 死又能如何呢 黄泉路上 总有我陪着你 林老师身体僵硬 听李氏这么一说 双眼一亮 随即 黯淡了下去 李氏知道 丈夫这是去了 心中难过 这会儿只感觉 全身没了半点力气 软绵绵的 从树柳子上 滑了下来 林奇在里面 母亲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心中难过无比 努力的挣扎 想要出来 奈何 身上连半分力气都没有 只能痛苦的 高喊着娘亲 李氏身上力气一失啊 就知道自己不行 勉强还撑着一口气 扭转过身体 对儿子笑的 儿子 娘看不到你长大了 看不到你娶其生子了 你要记住 你日后有了个孩子 要过去一个姓王 这是你爹你娘 对你义父的承诺 切记 不可忘了 到了此刻呀 李氏仍然没有忘记 对老王的承诺 本想再嘱咐儿子几句 喉咙里却一阵咕噜声响 困倦之意缠绕 再没了半分力气 可还用最后一点力气 对儿子对儿子说道 做 个 好 人 一口气没上来 就此缠绝 他对儿子最后一句话 只有四个字 做个好人 这是一个可怜 可敬的母亲 对儿子的期许 也是他一生做人的准则 林奇虽然身上无力 动弹不得 却仍是能听见 看得见 眼见父母惨死在自己眼前 他双目圆瞪 也就是瞪出血丝来 只恨不得 能用自己这条命 去换父母平安 但此时 却连手指也动弹不得 他这时才明白 自己是如此的弱小 弱小到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心声激荡之下 一口鲜血喷出 就此昏厥了过去 恍恍惚惚 仿佛就是一场梦 梦中 母亲总是站在门口 等着她逃完气回家 不管家里多穷困 每天总有一个煮鸡蛋吃 而父亲干完一天的活 见到他 就露出憨厚的笑容 总是摸着他的小脑袋 清晨 有风略过 仿佛情人离别的续语 缠绵中 带着清了 韩义将林奇从昏迷中唤醒 他睁开眼睛 下意识地叫了声 娘 就无人应的 猛然想起昏迷前的一幕 林奇一惊 琴步自己的向上一窜 砰 脑袋磕到树柳子的顶部 磕得他呲牙咧嘴 这一磕呀 却是磕得他心中一动 身上的力气竟然对我回来 脑袋也不再是染病时昏沉的模样 可随即 他心中就是一尘 小心地扒开树柳子 钻了出来 清晨的阳光下 父母斜躺在树下面 早就没了细细了 虽然心中早已有准备啊 可是看到昨日还好好的父母 如今变得冰了 林奇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 一指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 这场哭 哭得是昏天黑地 肝肠寸 直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才停了下来 他定了定心神 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父母这样子 躺在院子里不是个事 站起身来 先把母亲扶到屋里的炕上 转身出去 又要来扶父亲 直到刚一出门 就见那棵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槐树 竟然枯萎了下来 还没到深秋 秋叶便掉了干干净净 膝盖也变得干干巴巴的 就像早就枯死了多少年一样 林奇虽然不明白这是如何道理 却也知道 自己这条小命 定是这棵槐树保下来的 朝着槐树拜了三拜 又找到父亲的尸体 扶回屋内 与母亲并排放在炕上 做完这一切 已经是中午 林奇恶的难难 四处找了找 家里就剩下了一碗小米 熬了西粥喝了 突然就觉得长大了 这个家 再也不会有人拿主意 所有的一切 都要靠他自己 如今要做的 是让父母入土为安 棺材买不起 家里还有两块草席 勉强能掩盖住父母的尸体 可是要埋在哪儿呢 林奇却犯了愁了 槐树村的地 十有八九都是地主王德财家 父亲给他家做了半辈子的店户 找块地给埋了 这点人情应该还在 想到此处 林奇整理了一下自己 就朝王德财家走 出了家门呢 便听到家家哀嚎 户户有失 小小的槐树村 竟然死了半个村子的人 还没走到王德财家 就见王家已经围了一圈人了 都是王德财家的店户 死了人 来哀求啊 给块地 将家人给埋了 几个家奴堵在门口 知高气扬的正在大声嚷嚷 王老爷说了啊 你们交流 王家也给你们饭吃 凭什么你们家死了人 要占王家的地 都滚蛋滚蛋 一群穷鬼 我在这里干什么 传病给了王家的贵人 算谁的 听到这几句话呀 林奇停下了脚步 他本性就傲 见人群之中 有比父亲还老的店户 哀求 这都不理 自己又何德何能 能向王家要块地来 正犹豫着要不要上钱 又听一家奴喊道 老爷说了啊 家里死绝了的 今年粮食交不上来的 三天之内都给我滚蛋 屋子也不要住了 否则就别管老爷 不留情面了 林奇愣住 今年颗粒无收 欠下的租子 肯定是交不上 父亲这壮劳力又不在 两样都占 看样子呀 王德财是想把地收回去 可真要如此 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他浑身冰了 心中隐隐生出一个念头 母亲临去之际 让自己做个好人 可父母做了一辈子的好人 就落这么个下场 连个安葬之地都没有 难道这就是做好人的代价 林奇没有靠近 反转回家 到了门口 突然感觉彷徨无助 想起父母在时的种种时光 忍不住 失声痛哭 哀怯怯怯间 身后洗水来一阵黑风 无声无息地 闪现出个人 抬手就朝他的天灵盖拍去 这掌 骄无声起 却带着一股黑色的煞气 眼界就要拍中了 林奇胸间白黄一闪 朦胧中出现一个丑恶的怪兽 一口吞了黑气 又引回林奇的胸前 那人被怪兽的威势 冲得亮枪向后 站稳脚步 脸上惊讶无比 林奇恍然不知 正在哭得伤心的时候 猛听后面有人问道 这位小哥 怎么哭得如此凄惨 回头看去 见是一个年约三旬 头戴四愣钟 上挨玉片 袖带双飘 身披黑段子逍遥 圆外长 上袖 百扶百叠 足灯轻断观靴 面皮幽黑 三缕常然的男子 站在身后 这男子 气宇轩昂 称得上是一个美男子 可有一样 他脸上有一道疤痕 横穿鼻梁脸颊 分外凝着 这人不是村里的 也不认识 林奇不懂得他为何答话 没好气的说道 你姓谁名谁 管我的闲事 做什么 若是常人 见到林奇湖里 早就拂袖而去 这男子 却没有离去的意思 反而郑重的说道 我姓胡 家中排三 大家都称为我 胡三义 到这里是寻亲来的 见你哭得伤心 忍不住开口询问 这位小哥 可是遇到什么男士 或许我能帮你出个主意 胡三爷语言温柔 林奇遭逢大变 正是彷徨无一的境地 年纪又小 不懂得人心诡诈 被他这么一问 哇的一声 又哭了出来 抽气道 村子里遭了瘟疫 父母都在这瘟疫中去了 家中贫穷 如今连副棺材也买不起了 没有棺材也就罢了 却连个埋葬的地方也都没有 想得伤心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胡三爷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笑容 开口说道 你这孩子倒也孝顺 我就给你指条名落 拐子河村外 老城隍庙下面 那一片是无主的地方 这里容不下你父母 不如就葬在那里吧 天气还不很凉 老这么放着也不是个事 还是入土为安的好 林奇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听到有这么个去处 也不再哭了 揉揉眼睛 想要道歇 再睁眼 那男子早没了影 林奇愣了一下 以为是有高人指点 也没放在心上 转身进了家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七集 焚圈子 知道了地方 也就不再犹豫 林奇找了两身 看上去还算体面的衣服 帮父母换上 想了想了 将房门的木板卸了下来 将父母并排放好 用布条 将父母的尸身裹紧 把家中的破铁锹也放了上去 木板上面 摔了根粗麻绳 一头钻在自己身上 拖帅着朝拐子和村走去 石里的山路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平时林奇溜溜哒哒哒 一会儿也就到 如今呢 他身后拖拽着父母的尸体 这山路时而上 时而下 一会儿陡峭 一会儿狭窄 他年纪又小 没有那许多的力气 刚拖出村 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村里人见他年纪小小 父母全尸 都哀叹着这孩子命苦 有心想要帮上一把 但每家每户都遭了瘟了 又哪里帮得了许多呢 林奇倔强 也不哀求 一心想着把父母葬了 就这样 走走些些 到了天色全黑 才找到那黑衣人 所说的无主之地 说是无主之地 其实就是一个乱葬岗子 当年老王牺牲的 那座城隍庙 没了人打理 也早就塌了 只剩下一个地基还在 剩下的 就是漫山遍野的孤坟 海谷 以往这里埋的人呢 还都有一个坟包 可如今 十里八村死的人不计其数 有的人家死得绝户了 连个挖个坑的人都没有 就都扔到了这里 任由狗咬一啃 惨不忍睹 这会儿子 已经是午夜 一轮弯跃高挂 林奇累得是眼冒金星 坐在地上直喘粗气 扭头四处打量着 想找个好些的位置 丧了父母 这一打量不要紧 顿时喝了一跳 只见这里 坟头连着坟头 绵延向前 也不知道有多少 有的坟头前面还有石碑 有的只有一个木盘 更多的却是什么都没有 上面还趴着无数的死人 有的死的早就剩下骨头了 有的死的身上衣服还没有烂掉 横七竖八满地都是 坟头上还有点点灵火 随风飘荡 阴风阵阵 鬼哭狼嚎 林奇有些胆气 可一想 父母不能没个安葬之处 壮壮胆 觉得前面有块地方不错 是个斜坡 埋在那里 不知道风水如何 却也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父母辛苦了一辈子 可不要再受那风寒之苦 壮壮胆子 振奋了一下精神 拖着门摆 就朝鞋坡走 这会儿正是秋季 草叶都黄了 风一吹 哗啦啦地响个不停 林奇一边艰难地向前 一边嘟囔的 各位大姐 大哥 大叔 大婶 大爷 大妈 小的林奇不敢造次 到这里 是为了葬父母 无心惊扰 见怪莫怪 嘟囔了几句 想起父母 心中又是一酸 接着又说道 我父母是好心的人 待人何事 然后与你们做了邻居 请多多照顾 如此这般走了一段 猛地听到 右边的草丛中 乌嗷声 撕咬声响起来 林奇愣了一下 拨开他腰间的秋草 打野一瞧 啊的一声 呆住了 眼前竟然是一个大坑 坑里面堆满了死人 死人堆上 几条野狗 无数的野鼠 正在大块朵衣 黑血流淌的 根条小溪也是 肚肠满地 碎肉成堆 白骨散碎 这景象 哪里还是人间 简直就是 修罗地狱一般 他这一声哀 顿时引起那些野狗 野鼠 都朝他看得快 月光之下 这些个野狗 个个粗壮 如同小牛犊子一般 眼睛泻乎 个个脑门上生了一个大肉流 嘴角还有鲜血滴下 白牙如刀 呲牙咧嘴地朝他低声咆哮 还有无数的老鼠 都长得很是壮实 就跟家猫般大小 同样双眼泄乎 这狗有个名堂 叫做狗碰头 常年吃死人的肉 邪气极重 那些个老鼠 叫做仙尸鼠 同样邪气不祥 传食病了 就是这些 吃过死尸的老鼠 传过来 两种邪物 极其凶残 碰上人 只要是落单的 上去就有 若是人多 也会偷偷地咬上一口 有的被当场咬死 就进了狗嘴鼠肚里 若是侥幸跑了呀 摘染上狗嘴鼠牙上的尸毒 也估计活不过三五天去 林奇望着离自己最近的一条野狗 妖娱血红的眼睛 知道这玩意儿凶狠 吓得双骨颤离不止 心中暗道 今儿个小命要不保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 胸前一直带着地听浴教 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 笼罩住了他的全身 那些个狗碰头 仙尸鼠 见他身上散发出的白光 竟都悄然地向后退了退 然后扭转过头来 继续撕咬尸体 不再看他一眼 林奇肉眼凡胎 看不见笼罩在身上的白光 待了一会儿 见这些个邪恶不搭理自己 心中默念着阿弥陀佛 还当是父母显灵保佑了自己 也不敢待在原地 急忙朝前快走 他刚一动了 石坑旁一条野狗猛然朝林奇扑来 林奇还以为狗碰头要吃自己 连忙攒着门摆朝前跑 却哪里想到 最来的根本就不是狗碰头 而是一匹狼啊 俗话说 狗行千里吃屎 狼行千里吃肉 狼的性子本来就不吃死肉 可这几日附近山上的动物 都跑了个一干二净 说到这里啊 多唠叨几句 为什么山上的动物 跑个一干二净 那是因为动物都有预测灾害的本事 比如地震 鸡 鼠 狗 这之类的动物 在没能地震之前就能感觉到 又比如瘟疫 动物也都知道该躲避 所以瘟疫啊 只在人群中传染 动物还真没有被瘟疫一传死一片的事 传食病传到这里 山里的动物就跑了个干干净净 这狼啊 跑得晚了点 两天没吃到东西 饿得是头晕眼花 下山找神吃 找到了这尸坑旁边 虽然是肉啊 可都死了好些天 上面还带着传食病 这狼哪里敢吃 无巧不成书的事 就在这时 林琴聊开了秋草 那狼看了个一清二楚 眼界是个活物 有些上来撕咬 又怕那些狗碰头 仙师鼠们不一 这畜生也知道那些邪物的厉害 就想着 待会儿跟在后面咬上两口 却没想到啊 这些个邪物 惧怕林琴身上的地听欲叫 对他视而不见 可这狼他是个活物啊 也没有吃过死人肉 身上也没什么邪气 可就不怕林琴什么了 眼见这些狗碰头 仙师鼠 对这活物没什么兴趣 再也按耐不住 就扑了过来 林琴拖着木板 根本跑不过这狼 自己跑啊 倒是能跑得快些 可是父母的尸体安在 若是被那些个野狼 狗碰头 仙叔鼠之类的 给啃咬了 那真是百死莫熟了 而听着那狼 嗖嗖嗖就到了身后 林琴一咬牙 知道没了退路 伸手从门板上 抄起准备挖土的铁锹 大喝一声 老子跟你拼了 猛然转身 双目圆睁 高举铁锹 脚下使劲 叫迎战野狼 哪里想得到 他双脚一用力 右腿下突然咔嚓一声 像是踩断了什么 接着右脚向下一现 竟然踩来了一口 已经糗得不成样子的坟营 一脚踏进了薄薄的棺材 身子一歪 鞋躺到了地上 林琴踩破的是一座老坟 也不知道多少个年头 风吹日晒的早就酥了 若是没有外力 还能支撑一段日子 被他这么一踩 立刻就塌 隐约的林琴感觉踩到了什么 还伴随着类似树枝折断的咔嚓声响 他情不自禁地向下一看 接着朦胧的月光 就见踩塌了一口薄皮老棺材 里面躺着一具枯骨 右脚恰好就踏在枯骨的脖子上 把个枯骨的脑袋踏离了骨架 此时野狼已经进前了 猛然扑上 露出獠牙朝林琴的脖子上咬去 林琴按叫一声 我命休矣 闭上双眼 举起铁锹护住了脑袋 眼见野狼就要扑到他身上 这时从棺材中扑的一声 冒出一股湿气来 这股湿气旋转着朝林琴身上缠绕 却为他胸前地听玉气散发出的白光给逼开 这无处发现 野狼从空中落下 狼嘴张开 腥臭无比 狮气被这股腥气气所吸引 嗖的一下 钻进了野狼的口中 野狼被狮气钻进身体之后 就感觉到肚子一疼 身子一僵 从空中直直地跌落下来 滚了几滚 翻身起来就跑 跑了没几步 就跌倒在地上 全身僵硬 没了性命 林琴双目紧闭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等了会儿去什么事也没发生 忍不住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那野狼跌跌撞撞的 憋死了 心中一松 暗叫了一声 侥幸啊 眼前顿时一黑 想他小小年龄 中午只吃了一碗西粥 又拖着父母的尸体 走了十里的山路 又受到如此惊吓 胸间这口气一松 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昏迷过去了 恍恍惚惚的 林琴感觉身上发冷 说不出 有一种乏力 人也很恍惚 不知道身在何处 天空灰蒙蒙的 无星无月 像是白天 又不像是白天 远处有很多嘈杂的声音 很是热闹 朦胧间像是回到了村子里 仔细一看 却又不是 这个地方啊 破旧的房舍连成一片 个个都残破的没了个样子 有的塌了半边 有的房顶都没了 更奇怪的是啊 所有的房子都没有院子了 密密麻麻连绵开来 林琴愣了愣啊 猛然想起父母还没有安躁 低头寻找父母的尸身 却没有找到 他心中焦急 四处寻找 不知不觉间呢 就靠近了那些房舍 耳边听得嘈杂的声音 像是有许多人在说话 这一句也听不清楚 眼前有无数的人影 密密麻麻 不过有的人的影子是黑色的 有的是暗红色的 还有一些血红颜色的人影 他越走越近 看清楚这些人呢 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这些个人实在是太过呆吧 没有任何的生气 那些房舍里面人呢 也还好 他们的衣裳还算整齐的 年纪也都很大 虽然看上去 总有一层黑乎乎的气息 围绕他们四周 脸上也是面无表情 却比那些穿到各种 杂七杂八衣衫的人 平和了许多了 剩下的人都远离房舍 穿的也是五花八门的 男女老幼都有 远的呢 就能感觉到身上散发出那种 令人不舒服的感觉 而他们的四周啊 总是围绕着一圈 暗红色的气息 更可怕的是啊 那些血红色气息围绕的人 只有十几个 但个个都是阴沉无比 红色压抑的气息 带来食指的感觉 就那样压迫了过来 邻居觉得 此地不是一个善处 有心想要躲开啊 可一想到 父母的尸身丢了 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 心中难过 就狠心朝前走 想要问问 这是个什么地方 有没有人看见 他父母的尸身 刚走到这片 房舍边缘的地方 就见一处低矮的房舍前面 一个花白胡子老头 看见他 惊讶地说道 你这娃子 来这地方做什么 赶快回去 这声音死板 阴沉 飘飘乎乎的 听到耳朵里 就让人感觉到寒冷 但话语中温暖关心之意啊 却让林奇觉得 其实也没什么 林奇扭头看了 这老头离他 有十几丈的距离 脸色死板 表情阴沉 却长得慈眉煞目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八集 壮客 大爷 我是从槐树村来的 家里遭了瘟了 父母都死了 我带他们来拐子河这边安葬 刚才跟恶狗斗了一场 晕了过去 醒来父母不见了 你见着我父母了吗 没见没见 你咋就找到这儿来了呢 这不是啥好地方 快走快走 来 哪来的 去哪 快走 老头显然很不耐烦 看上去还有些着急 只是催促着林奇快走 林奇以为这老头是疯的 不想再理他 刚要走啊 前面突然嗷着一声喊 一个黑影窜了过来 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穿着还算得体 身材矮小 诡异的是啊 他那脖子 扔得到右肩膀上 侧着脸 一脸的怒气 对林奇大喊道 你小子 踩着我的脖子了 到现在还不收腿 快快收腿 林奇真被吓了一跳 他还从没见过人的脑袋 能弯成这样 心中隐隐 伸出一个不好的感觉 又听那老头 叹息说道 咱不走就来不及了 说着迟 那是快 老太太喊叫声 惊动了街上那些 散发着暗红 血红气息的人 几道人影 朝他扑了过来 其中一个变身血红的 年轻男子 速度最快 转眼间就到了林奇身边 黑黑冷笑着 朝他撞了过来 林奇有些发懵 只感觉到全身一片麻木 也不知道是被吓的 还是心头迷糊 下意识的就朝后退 却不想这时 他胸前发出一道 极为刺梦的白光 还传出一声 沉闷的售后 啊 刹那之间 那年轻人如糟雷起 怪叫着向后退去 这确实 竟然比来世还要快些 离他远远的 有七八丈的距离 这才停了下来 一脸怨毒的看着他 这会儿刚才劝林奇 快点离开的老头 早没了影子 松松松松 在声响之中 十几个暗红血红的影子 全都现了形 这十几个人里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老的不过五十多岁 小的呀 也就跟林奇差不多大 其中也有壮年的 二八年华的女子 这些个人 双眼俱是血红 眼中满满都是怨毒 林奇害怕 站在原地不敢乱动 心中欢乱无比 他就算再傻呀 这时候也知道 这些都不是正常人了 应该是鬼 一想到鬼了 他心中就咯噔一下子 暗道 难道我也死了吗 他是个活人 吃了头 吃了头 冲撞他那个男子 尖声叫唤 却不靠近 只是远远的喊叫 立刻就有几个恶鬼 冲撞过来 但还没有碰到林奇的身体 就被白光给逼推 林奇胸前的 售吼之声 更是响亮了几分 林奇眼前这些恶鬼 奈何不得自己 又听售吼声音 是从胸前传来的 这才想起啊 他从小就带着这个御价 他妈告诉过他呀 这是他义父 王师八留给他的 能保佑他 遇难成想 难道就是这个 小小的御价 救了自己吗 眼前的情形 不由他不相信 又见这些恶鬼 奈何不了他呀 也就觉得这些恶鬼 也就如此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骄傲的性子一起 瞪眼对那些恶鬼说道 不是要吃的小爷吗 来吃啊 小爷等你们来吃 贼男女 真当小爷是吃素的呀 他来了脾气 挺凶朝那些恶鬼逼去 那些个恶鬼 哪里肯吃这个亏呀 其中有人喊道 这小贼身上 有圣巫护身 急忙向后急退 这一退啊 林奇愈发得意 嘴里骂骂咧咧咧 不甘不敬 气得这些恶鬼 急躁不易 脸色更加的凝正 林奇见了 冷横一声 但也知道 此地不宜久留 就要转身离开 他刚一动了 最先冲撞他的那年轻人 尖声叫道 咱们冲撞他不得 还围他不得吗 来呀 围住他 不能让他回去了 喊完 年轻人就围着林奇转圈 一边转圈 一边尖声哭喊 为什么我死得那么惨 你还活着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你陪我吧 陪着我吧 哭声一起 十几个恶鬼 顿时都围了上来 也不离林奇近 都离开几丈的距离 个个 私生呼嚎 大声叫嚷 你不得好死 来陪我吧 凭啥我死了 你还活着 来了就别走了 各种各样 尖利难听的鬼哭之声 围绕着林奇 林奇暗叫一声不好 急忙转身 就朝来路跑 可不管他怎么跑 这十几个恶鬼 就是围着他转圈 各种鬼哭 汇聚成一股声浪 哭得林奇 渐渐昏沉起来 更感觉 全身上下 仿佛被无数只手撕扯着 就要将他撕扯成碎片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 远处天空 突然传来一阵明朗的声音 太上设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沾恩 有头者超 无头者生 石珠刀杀 跳水悬绳 明死暗死 冤曲屈王 债主冤家 刀命而郎 贵舞台前 八卦放光 沉辱而去 超声他方 为男为女 自身成当 富贵贫贱 自辱自招 事就等众 急急超声 事就等众 急急超声 这声音 清朗明亮 犹如一阵春风 浮过寒冰大地 更如九汉之地 闻得霹雳降雨之音 林奇顿时感觉 全身上下 无一步舒适到了极点 人也清明了起来 耳边再也无 恶鬼哭嚎的声音 抬头一看 就见天空降下 无数金银纸钞 那些围着他的恶鬼 纷纷去抢 林奇聪明 知道这机会 不容错过 虽然不知道 如何回去 却是转头 朝来路狂奔 他跑得慌张 脚下被石块 绊了一下 随即一个机灵 行转过来 再看 哪里还有什么恶鬼 自己还是在 拐子盒的乱葬稿子 父母的尸体 就在眼前 天上月明星夕 这是一场噩梦 林奇全身 没有一点力气 斜躺在地上 十分别异 接着朦胧的月光 就见一条腿 陷在棺材中 右脚踩断了 一具枯骨的脖颈 枯骨头颅 紧贴着右侧肩膀 跟梦中见到那个 对他大喊 踩着他脑子的老太太 一个模样 林奇一身冷汗 是梦 不是梦 再也分不清楚 慌忙下 急忙将腿抽了出来 又听得远处有人说话 不知是不是歹人 急忙趴到坟堆后面 耳听得一老一哨 两个声音 由远至近 年轻的声音 嗡声嗡气 说话很大声 爹 就说要这么点银子了 饭都吃不饱了 你还买那么多黄纸 烧给这些野鬼 他们都是你二舅啊 胡说 什么我二舅 要是我二舅 不就是你二舅 老爷了吗 不是你二舅 你咋那么孝顺呢 这么点银子 还卖了黄纸烧了 不是你二舅 是啥 我这是给你积阴德呢 你爹我以前就是不积阴德 才生出你这副啥样子来 超度这些孤魂野鬼 多给你积些阴德 你以后生儿子 就不会跟你一样了 知道不 不知道 阴德是啥玩意儿啊 看不见摸不着的 你攒他干啥呀 有那钱不如买两个肉包子给我吃了 我吃饱了 你也积阴德呀 难道我天天吃不饱 你就积阴德了 你这熊孩子 我这 吵吵嚷嚷的 越来越近 朦胧的月光下 两个邋里邋遢的道士走了过来 左边那个四十多岁不到五十的年纪 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破道袍 手中拿着一个破佛尘 一张大长脸 山羊胡 嘴唇很厚 歪歪斜斜的戴个道帽 帽子有些小 看上去啊 更像是驴头戴了个帽子 右边这个更是稀奇 看上去有三十出头的年纪 十分的粗壮 比那老道高出一头半来 一脸横肉 还眼 左侧脸上方 一大块紫色的胎迹 将左眼完全照住 下方上的胡子跟钢针似的 头上扎了两个发迹 做倒筒打扮 身上背了一个破布包袱 愣乎乎的跟在老道身后 林奇看得稀奇 听了半天也知道是爷俩 又听到老道一个劲的说 要基因德 知道不是什么坏人 想起昨天自己还是父母双全 如今就剩下了自己一颗 看见别人父子相依 忍不住心头一酸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深夜 寂静 乱葬岗子 突然有人放声大哭 任谁都要吓一跳 可这两位啊 却没什么反应 只是停顿了一下脚步 那个年轻的 吻声吻气的说道 爹 那个纸钱白买了 你也不行啊 超度都度不干净 还剩下一个 在这儿嚎丧呢 瞎说什么 这个是个活人 活人啊 我去看看 年轻的话音一落 就朝着林奇所在之地 三两步的窜了 速度之快 骇人听闻 林奇正哭得伤心 也没理他 年轻的瞪着牛眼 盯着林奇看了一会儿 问道 好啥呢 你爹死了呀 这一问呢 问得林奇更加难受 哭声更大 年轻的摸摸脑袋 四下看了看 疑了一声 你早还把你爹的坟 给踩踏了呢 不对 这不是你爹的坟 这是个老太太的坟 老太太 歪着脖子 坐在坟头上 看着你呢 她是你奶奶呀 林奇听到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 本不想理她呀 可听到后面 说这老太太 就在坟头上 歪着脖子 看着自己 顿时吓了一跳 四下一看 月明风轻 哪有什么人呢 对她喊道 你胡说什么 哪有什么老太太 咋就没有呢 不就在你面前 坟头上那个 啊 她说你 把她脖子给踩断了 要找你麻烦 林奇想起 刚才那个噩梦 梦中可不是有个老太太 说自己踩着她的脖子 难道这都是真的 可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顿时也愣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就这么会儿功夫 那老道已经走得很近 就听她嘴里嘟嘟囔囔的 从怀里抽出几张纸钱 迎风一招 纸钱就燃烧了起来 老道手一扬 林奇就感觉身边一道微风 裹着纸钱旋转离开 离得近了 林奇更加看清楚老道的相貌 只见他长了一张驴脸不说呀 还满脸都是麻烦 丑得不行了 但那一双眼睛却是圆润清澈 他聪明伶俐 知道非常之人 必有非常之帮 急忙站起身来 行礼说道 小子林奇问道长安 敢问道长贵姓 那老道见林奇懂得理数 微微点头 回答道 贫道姓周 周兴 这是我的儿子周巅 林奇心中疑惑了 搞不明白 老道怎么会有个儿子 还这么理直气壮 他也不好多问 但神情间的迷茫 不经意的显露了出来 周兴微微一笑 刚想解释 却听周巅扯着嗓子道 我知道你想问啥 是不是想问老道咋还有儿子 是不是 林奇有些尴尬 也没点头 也没摇头 就听周巅说道 我们爷俩是正义教的火炬道士 火炬道士你懂不 就是不必婚姓 还能娶媳妇生孩子的 我爹以前不是火炬道士 是正经的正义教传人 有一次去青楼辟邪 看上我娘了 后来就有了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第十九集 来历 周星老道 老脸通红 一张驴脸更长 咳嗽了两声 想要掩饰过去 随之周巅说道 爹你咳嗽个啥呀 咳嗽也是这么回事啊 周星生怕自己这个 口没遮拦的儿子 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急忙打断了他 问林奇 林小哥大晚上的 到这儿所为何事啊 林奇见他问得柔和 又见父母的尸身 还在门板上躺 酸楚之际 便将所有的事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周星听完之后 叹息说道 早孽呀 林小哥也不必太过悲伤了 你我今日相逢有缘 若信得找我 我便与你父母做一场超度 祝他们早登极乐 林奇一听大喜过望 急忙跪下磕头 连声称戏 周巅在一旁 嗡声说道 林小子 我爹给别人超度 都说二两银子 你有银子吗 林奇身子一僵 如今他连饭都吃不上 哪里还有银子 听周巅这么一说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可父母连个棺材都没有 若是有场超度 也算是尽了自己当儿子的一片孝心 当下又是磕了几个头 对周星说的 道长 银子我是没有 往道长慈悲 给我父母超度 小子热厚 当牛做马 报答你 若你不信 可将我带走 到了那有人的地方 将我卖了 也能值几个大钱 周星呵呵的笑的 莫听我儿子的 这小子 从小患了癫病 脑子少 莫要理他 林小哥孝顺 老到我也敬佩 超度你父母 我也积下阴德 哪里还说的 什么银子呀 林奇松了一口气 连忙再次败息 又听那周巅说的 又是给我积阴德 我要那玩意儿啥用啊 不如给我大肉包子 林奇见周巅心怀不满 生怕待会儿周星超度父母的时候 这小子多话 坏了他的事 眼珠一转 转过身来 对周巅 歪腰行李的说道 周巅大哥 你相貌清奇 恐怖有力 是个英雄豪杰的模样 我现在没什么银子 但日后 若是挣得银钱 一定要请周大哥 吃那上等酒席 周巅从小就疯疯癫癫 人也长得丑啊 走街窜巷之际 旁人见了他 都喊他是丑八怪 还从未有人如此夸赞过他 他心思单纯 只觉得这林奇说话 很好听 咧嘴大笑 呵呵的笑道 呵呵呵 林小子你是个明白人 知道俺不丑吧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来来来 再说几句听听 林奇暗自好笑 这个大个子确实好哄偏 当下好听的话不要钱的说了 直说的周巅抓耳挠腮 欣喜不已 只觉得这辈子呀 就碰上林奇这么个明白人 高兴之下 帮林奇挖了个大坑 地方是周星帮着找的 就在城隍庙地基的东北角 以后也好寻找 周巅帮着林奇将他父母摆放好 又将那门摆遮挡住身体 开始埋土 紧了个坟包 林奇眼见着父母面容再也不见 伤心大哭 周星叹息一声 送起了到家超度经文 又烧了一些黄纸 忙完这一切 天色已然有些发亮 周星又安慰了林奇几句 带着周巅离开 周巅很不情愿 要拉着林奇一起走 林奇伤心失神 精神恍惚 也没有硬他 恍惚中 林奇缓过神来 眼见四周 荒坟连绵 这今后 却连个去处都没有 自己年龄还小 又该何去何从 迷茫之际 前方周巅的声音传来 爹 忙活一晚上了 我饿得不行了 咱们买个大肉包子吃吧 林奇想了想了 朝着自己父母的坟堆 磕了三个头 爬起来 朝周星父子追去 这一句 就生出一段传奇来 周星是个有来历的 他本是正义教的寿路弟子 所谓路啊 又称道路 是一种记载 神力神将名路的文书 按照道教中正义教的说法 道是只有在获得了路之后 才能明灯天草 才能有道位神职 也才具有了拆遣一定数量 护身神兵的权力 因而啊 才能斩妖除邪 拔肚生灵 救济困恶 而未寿路受职啊 就无权 拆神潜意 而寿路呢 也是分等级的 初次寿路 授予 太上三五都经经路 简称为都公路 要求通晓早晚功课经 宋读老子道德经 渡人经 属六七品直弦 第二次加路呢 生寿太上正义蒙微经路 简称蒙微路 要求通晓正义诸经 属四五品直弦 第三次加路 受上清三栋五雷经路 简称五雷路 要求通晓上清经 属三品直弦 第四次加路 加生上清三栋经路 简称三栋五雷路 要求通晓三栋经 属正二品直弦 第五次加路 建生上清大栋经路 简称上清路 要求通懒藏经 属正义品直弦 通常啊 只受给天师真人 不外受 初寿三年 可以提请生路 生寿八年之后 可以提请加寿 加寿十二年之后 可以提请加生 不过呀 上清三栋经路 和上清大渡经路呢 属于道教中的至高法治 并非年限够就能提升 还必须通晓相关点击 经过三大师的考核 并依据功德 才能选择性的寄生 晋级生寿者呢 须凭道德功德 一经加生 都孤生蒙 须满三年 蒙威生五雷 经路需要八年 五雷生三栋 则需要十二年 若无功德 不得升迁 若功德超群 度氏济人 度己利人 行善积德 可以破杆生寿 无功无德者呢 妄欲升迁 返遭天遣 周兴啊 就是领了 初次寿路的道士 苦修多年 修得了正六品 有了太极左宫 领极先官 长雷晴上令氏的名号 这品级和名号 与世俗不同 这些个官名品级 只是道士在神仙界内的植物品级 虽说周兴的资质不算上好 但好在刻苦 眼见就要第二次受路了 碰巧下山驱邪 遇见了周滇他妈 一见钟情之下 不晚不顾的取了 成了火炬道士 所谓的火炬道士呢 就是正义教中 道士有不出家的 人们就称之为火炬道士 他们可以助公贯 也可以有家事 非摘妻不戒酒肉 传徒传教 而且啊 约定俗成 父不传子 火炬道士 平时里穿俗装 约有喜庆丧葬之事 才做一些法事 虽然周兴成了火炬道士 无法修习五雷正法 但毕竟是受过路的 又是正义教的亲传子弟 所以抓鬼画符 也不在画像 可这些年啊 好日子没过两年 娶的老婆 生下周滇就过世 没办法 周兴就带着儿子 回到了龙虎山 整日里混吃混喝 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正义教的规矩呢 是火炬道士 父子不能相传 周兴就找了个同门 关系不错 让周滇败在门下 也成了道士 可周滇天生一笑 别看他五大三粗 像个三十多岁的样子 实际上 他就比林奇大两岁 他的左脸胎记 遮住了眼睛 有个名头 叫做鬼遮眼 生下来就能看到 鬼怪灵物 右眼却是与常人无疑 周滇倒是个学道的料子 乌性高的吓人 就是从小犯了癫病 脑子有时候不大够用 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 有次喝酒啊 周滇的师父喝多了 开始催须自觉的道法高深 师父催得忘我时 正是徒弟们拍马屁的最佳时机 众人抓住机会 纷纷附和 你一眼我欲 什么肉麻的话都出来了 什么空前绝后了 什么早晚得道了 学究天人了 法力高强了 周滇的师父 一时飘飘然 嘴笑得都合不拢了 眼看这顿酒 就要喝得功德圆满 这丝没头没脑 来了一句啊 师父 道法这么高强 物性这么高 怎么还没成仙啊 这钻头啊 直接把他师父从云端拍回到人间 阴沉脸不说话 不欢耳散 就周滇这张嘴啊 别人若不是看在他爹的面子上 早就撕烂了 谁还真心教他呀 不过周滇也不在意 你教我就学 你不教啊 我就自己玩去 原本这样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哪想到啊 这几年天上灾荒不断 老百姓饭都吃不上了 谁还有闲钱拜神呢 龙虎山上也是如此 香火钱眼看着就少了下来 这周滇又是个能吃的 一顿上 顶得上七八个道士的量 别的道士有意见了 长教张真人也觉得无奈 叫来周星父子 讲了一通道理 归纳起来也就那么几条 如今山上不景气 你儿子太能吃了 山上养不起你们了 下山去吧 无奈之下 这爷俩下了山了 可如今天下不太平了 十地有九地 不是汗就是漏 想揉口饭吃 也不那么容易 也幸亏周星学了二十多年的道法 说不上有多高深了 却懂得很多 给人算命批八字 他行 寻个阴宅 看个风水 他懂 驱邪抓鬼也能干 改食叫魂也能行 就这样 四处奔波了两年 也就混了个温饱 倒是在江湖上 闯出了个外号 周星的脸太长了 又咯咯咯咯了 驴脸相过于人脸 大家都叫他驴头老道 遇见林奇啊 也是因为接了个改食的活 要从本地镇上 接上一个叫前思源的男子 送到黄陵港去 从此 到黄陵港路途甚远 但对方的出的价钱 却非常高 整整五十两银子 是普通改食的五倍 周星经不住诱惑 答应了下来 带着儿子日改夜改的 走到这拐子河 林奇已经是走投无路 虽然周星要拜师 周星见他聪明伶俐 也心中欢喜 周爹又在一旁 嚷嚷着要收了 周星也就答应下来 不过真正拜师啊 也等他禀告了山门 才算是正式师徒 如今呢 也就算个记名弟子 要说周星也不是烂好人 之所以收下林奇 是因为干他这一行呢 有时候难免要装神弄鬼 还得有人搭枪配合 才好多挣些银子 可他那个儿子周滇呢 却是个缺心眼的 啥实话都往外说 能振十两银子的事 到最后 能收五两就算谢天谢地 周星也有心找个搭档 或者是徒弟 可他这份穷德行啊 谁家孩子啊 也舍不得送进他这个狼窝 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眼见林奇是个聪明伶俐的 也没了父母 也没了那么多纠缠 日后配合着 说些吓唬人的话 银子也能多这些吧 这般好事啊 哪里去找呢 当下就收了下来 就带着周滇林奇 奔赴到镇子 林奇家附近这个镇子 叫做丰林镇 镇上有几百户人家 虽说是小镇呢 却也五脏俱全 林奇从小到大 从未出过山里 走到城门下呀 就见正门外的一个旗杆上 挂着个死人 这个人三十多岁的年龄 舌头伸得老长 皮肤干壁 看样子 已经挂了有些日子 这时候又是秋天 风寒之下 人都被晒成风干 眼睛都被催成了两个肉球 人也像腊肉一样 干瘪枯瘦 晃晃当当 很是瘆人 欢迎大家收听 由畅想听八首发 小歪颇奖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 旁边的城墙上 还贴了张告示 林奇一看 说上面死人 是白莲教的妖孽 用妖术迷惑人心 又鼓动百姓造反 被朝廷抓获 杀一敬百 以敬孝游云云 林奇看得稀奇 倒是周滇这两年 走南闯北 对他说道 这两年天下不太平 到处都有闹事的 官府抓住就吊死了 挂着城门上 吓唬老百姓 林奇见他说呀 就夸他见多识广 周滇是个直肠子 林奇又是个弯弯肠子 又会说话 哄得周滇 一直咧着大嘴 笑个不停 只觉得呀 这个小林子 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庙人 还嚷嚷嚷 以后有包子 分林奇一半 绝不自己吃毒食 闲话少说呀 但说周兴带着周滇和林奇 到了镇子 找到了唯一一个客栈 投了诉 周兴的银子不多 三个人住了一间 他睡在床上 就让周滇和林奇在地上睡 吃了早饭 就等雇主上门 可是左等右等 等了一天 也没人来找 周兴就有些坐不住了 来这一路上 银子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原本指望着先收了定金 也好熬过这阵子 若是雇主不来 那可就断了催烟 周滇不操那个心 躺下就睡了 林奇这两日也是豪神过度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只剩下周兴愁眉苦脸的睡不着了 看着窗外明月叹息到 很是忧愁 眼看跃上了柳梢头 周兴等不来雇主 也就想睡了 刚铺好床 门外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来 屋里可是周兴周道长 来人的声音很轻 语气中还带着警惕 周兴听到耳中 却是很高兴 急忙应道 我是周兴 来的可是雇主 门吱压一声 被推开 进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身穿青袍 气宇喧傲 进了门 小心地关上房门 这才回头 抱拳道 在下 在下鸾城 寒山童 让道长久等了 周兴摆摆手 无事无事 敢问喜神在何处 是今夜就走 还是明日夜里才行 寒山童朝着他笑了笑 从怀里掏出个银钉 约门有二十两 塞给周兴 说道 今夜就走 喜神就在城门口 吊着他 周兴蒙了呀 怎么也没有想到 喜神是挂在城门 旗杆上的反贼 转头一想 也就明白 他接的这个活儿啊 本该就是个棘手 若是容易干 也给不了那么多银子 也轮不到自己 可赶的喜神是反贼 这可是掉脑子的罪过 就算挣得了银子 没命花 那也是枉然呢 寒山童见周兴 犹犹豫的不说话 也明白他的心思 黑黑冷笑道 道长 阿门脑袋 酸在裤腰带上闹事 还不是为了赶走银子 让这天下太平 何况银子也短不了你的 还有什么好想的 周兴善善的说道 贫道乃是话外之人 不懂得那许多大道理 胆子又小 不如壮士另寻他人 话外之人 就不吃饭了 不瞒你说 今天这活儿 你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否则 别怪兄弟们不客气 寒山童眼睛一瞪 从腰里掏出个短刀 攥在手中 看着周兴 一个劲儿的冷笑 周兴乃正义派传人 也学得棘手武艺 自询呢 对付寒山童 还不是问题 可就在这时 窗外几道人影 一黄而过 周兴就收起了这个心思 对方是有备而来 若是硬要推脱呀 怕是没有好结果 而且白连邪教 这几年势大 天下各处都有信徒 若真是得罪狠了呀 那也消停不了 只能无奈的说道 既然如此 贫道接下也就是了 不过这喜神 跨在旗杆上 又该如何是好 这个不用道长操心 只管跟我兄弟走 带我结了诗 就去道长会合 说着话 伸出两根手指一弹 啪的一声惊响 门外就溜进来一个 二十多岁 一脸惊悍的 小鸽子年轻人来 周兴叹息了一声 知道已经上了这贼船 吓是吓不来了呀 那就走一步 看一步吧 当下也不多说 拍醒了睡得正香的周巅 林奇 周典打了个哈欠 站了起来 揉着眼睛 嗡声嗡气的说道 爹 不是说赶一个走吗 这屋里咱有两个呀 咱们赶着谁走啊 韩山童和那个汉子 听得这叫一个晦气 都阴沉着脸部说话 周兴生怕惹恼了两个人 急忙对周颠道 胡说什么 再胡咧咧 我就撕烂了你这张嘴 林奇在一边不敢说话 但也瞧着好笑 周兴收拾了一下包袱 带着两个人 跟那矮汉子出了客栈 到了外面 已经是万来寂静 三个人小心翼的 跟着那人窜接走向 七拐八拐的 就拐出了针子 又走了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月光之下 就见一条小河 如玉带般蜿蜒向南 河对面呢 是一片茂密的林子 黑乎乎的 很是阴森 蹚过刺骨冰冷的河水 就到了树林里 那矮汉子 走到一棵高大的杨树下面 对周兴说道 我们兄弟一会儿就到 你现在就开始准备 进了试赶紧走 莫要停留 到了黄岭港 北面山上有个异庄 你就将兄弟的尸身放在那 自然会有人接应 三十两银子 也短不了你的 周兴听了急忙点头 就在地上铺开了布包 借着月光准备 林奇也不说话 就在一旁看着 只见周兴从布包里 取出了几样东西 黄服 珠沙 五色布条 中夜斗笠 他先前听村里人说过 这神乎其神的感知 又是好奇 又觉得有些胆怯 等了约有半个多时辰 镇子上突然火光大作 隐约的 人喊马斯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那矮刻的 蹦起来老高喊道 来了来了 刚喊了两声 就见韩山童带了两个壮汉 背着那干尸跑了过来 韩山童也是个利落的 将那干尸放下 对周兴说道 是前半的道长 也是事出有因 我这兄弟就拜托道长了 日后若有从见之日 我再与道长赔罪 道长收拾完 快快赶路 我与众兄弟去引开罪病 告辞 说完一抱拳呢 带着几个兄弟 转身就朝外跑去 带跑出一段距离 就朝相反的方向急奔 一边跑 一边高声呼喊 眼见镇子方向 几十只火把亮起 随着韩山童等人而去 临起眼见 韩山童这般豪气 也是佩服不已 不仅悠然向我 暗道 这是个好汉子 是个讲义起的 这边周星接了那干尸 平放在地上 取过小布包里的朱砂 在干尸的脑门心 背堂心 胸堂心窝 左右手摆心 脚掌心等七处 各点了一点 每处一道皇夫压住 再用五色布条绑脊 相传呢 这七处乃是七窍出入之所 以朱砂神符封住 就是为了留住死者的气魄 然后 又将一些朱砂 塞进了干尸的耳鼻口中 再以皇符读记 相传呢 耳鼻口 乃三魂出入之所 这样做 可以将其留在死者体内 最后 又在干尸的脖颈处 敷满了朱砂 并贴上了神符 用五色布条扎紧 再给干尸 带上众叶斗笠 遮住脸庞 诸事办妥 周星念起咒语 这位兄弟 此处非而安身弊病之所 而今亡死 十堪悲调 故乡父母 依兰望 娇妻幼儿 盼儿回乡 耳昏耳破 须物须彷徨 积极如律令 其 林奇 勤不自尽的 就站了远了些 原本以为这一声起 该是就站起来 却没有想到 该是躺在地上 动也不动 周兄见到该是不动 一了一声 说道 怎的不好使了呀 周兄见该是不动 就担了心思 这赶尸呢 有三赶 三不赶的说法 一般来说呀 凡是被砍头的 须将其身手缝合在一起 瘦绞刑的 战龙战死的 这三种可以赶 他们都是被迫死的 死得不服气 既思念家乡 又惦记亲人 可用术法 将其魂魄勾来 用符咒 镇于各自的尸体之内 再用法术驱赶 他们爬山越岭 甚至上船过水地 返回故里 凡病死的 头盒 吊颈自怨而亡的 雷达火烧 肢体不全的 这三种不能赶 病死的呢 其魂魄 已被阎王勾去了 法术不能把他们的魂魄 从鬼门关那里换回来 而头盒吊颈者的魂魄呢 是被替代的缠去了 他们有可能正在交接 若把新魂魄招来呀 旧王魂 无以替代 岂不影响了救魂灵的投生 另外啊 因雷达而亡者 结束罪孽深重之人 而大火烧死的 往往皮肉不全 这两类的狮同样不能赶 这句干尸呢 在能赶的那一类 虽然说死的日子长了一点 但周星自有秘法将他带走 往常也接过这样的活 都是一起就灵 今天怎么就不灵了呢 难道这干尸的八字 跟自己不对付 其实啊 干尸跟娶媳妇一样 都要看生辰八字 看看是否有克充 要是八字相臭相克呀 那无论如何也赶不走的 周星本是想问 干尸的生辰八字 可事情来的突然 他又担了心思 就给忘记了 这时候想起来呀 又哪里敢追上去 问问韩山童 这干尸的八字 周星定了定心事 知道这时候慌张不得 这时他可不敢不敢 他姓谁名谁 韩山童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离别时候的几句话 也含有威胁之意 说什么 从见之日赔罪 赔罪这二字 意思是怕周星心怀不满 不管他这兄弟 从见之日呢 却大有深意 若事情办好了 自然是赔罪了 若是办不好呢 韩山童没说 周星也能猜出来 是啥意思 想了想啊 周星从布包里 取出一把短小的陶木剑 这一剑也就是八正大小 却精致无比 还带着剑孙 他神情肃穆 半跪在干尸旁边 口中喃喃念咒了好一会儿 突然把手中的陶木剑 用力地插在 干尸旁边的地上 树林里的地甚是酥软 这一插 就直直地插了进去 只剩下一个剑柄 露在外面 这也有个说道 改尸之前 倘若陶木剑 应手而入 则表示 这尸体愿意接受 法师的号令指引 法师便肯接下 这改尸的聘语 但倘若陶木剑 屡插不入 或突然折断 那法师便立刻 掉头不过而去 因为这表示 尸体不肯听从他的号令 途中很有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广 所以即使再出入更高的价钱 法师也不会答应赶尸的 可这陶木剑明明插到了地 那该尸却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这下周星傻眼 搞不清楚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明明该尸并不拒绝 可咋就不起来了呢 周星还在沉思 林奇却见 镇子方向有三只火把 朝树林而来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小Y播讲的长篇小说 鬼宗师